自古九色财气四见中 唯有财色二字更为厉害 有财之人便想家人作伴 有貌之人便想阴色生财 然而 郎情窃意岂能时时有 流水落花两不通美美生 话说这将因卫士是出了名的财主 资产遍地 卫士祖上从医 到卫老爷这一代改商运积攒不少财富 卫夫人是本地出名的医学圣手 夫妻俩所生的三个子女 各个有出息 大女儿卫无忧继承母亲衣钵 三儿子尚在读书中 二儿子卫无限更是展现其经商之能 将卫士产业扩展涉猎地产 纺织 酒酿 旅设 你可不知江阴县 怎能不识卫无限 哎哟 我的卫大爷 哪阵金风把您招来了 快请进 纪善堂的管事李清刚 忙碌玩碎银的发放 就被心腹耳语 魏无限携随行几位商管来 纪善堂视察 连忙笑脸相迎 李管事你慌什么 莫不是藏私了 魏无限撩开袍子 跨过门槛 信不走入 左右紧跟而来 几十人不小的阵仗 惹得百姓纷纷侧目 也可不敢开这玩笑 江阴县谁不知您 魏爷魏菩萨 晓得得你点画资助 是天大的福分 在你眼皮底下 谁敢造次 今日您来寒舍 是彭壁生辉啊 李清一脸谄媚的笑言 这话说得十分欲贴 魏无限微微点头你啊 倒是聪明 环视一圈又问 这学舍办得如何了 我为家乡来以义取利 你可不能砸了我招牌 爷 这您放心 我正要向您禀报呢 这边请 来到后院 别有一番天地 新建的瓦舍宽敞明亮 两排林立的阁楼书生廊廊 手笑剔 赐紧信 犯爱重 而亲人 几人左右瞧着 一个个端坐在位置上 穿着破落的孩子 正在吃力而认真地 跟着先生读书 冷钢频频点头 爷 不错 只是稍显拥挤 转头问李清孩子们 游戏玩耍的操场在何处 冷主管 您不知 这学舍后是董家的地 我人为言轻的 哪敢用呀 李清 这你不用操心 这二百两银票拿好 只管准备好材料 谢谢魏爷 我代替这些贫苦的孩子 谢谢您 得你高筑 是他们的福气啊 行了 起来吧 几人 刚要回身巡视纺织局 一阵鸟鸟的琴音 就从其中一间室内传来 犹如潺潺流水 缕缕花香 浸润人心 纸布 魏无羡颇有意味地夸赞 李清 你倒会请人 这教书先生门槛颇高呀 这 奴才哪有这脸面 这蓝先生每逢假期就来 分文不取的 哦 魏无羡向前打探 隔着窗户就瞧见一位静坐其中 素衣裹身 先指飞舞的郎君 气质脱俗 举指优雅 仔细闻着 居然有股淡淡的檀香 鲜 魏无羡第一次对一个人 有这种感觉 琴声来到跌宕起伏的高潮处 垂手的人 终于顺着流畅的音符 抬起身来 魏无羡脑海中轰的一声 如同被击中 明眸白肤 面若桃花 浅笑实如醉人的美酒 每魏无羡难难滴雨 看得有些失神 冷情圣赞 这公子真是季月清风 魏无羡这才回神 咳嗽一声 冷情笑道 和大爷儿不一样的感觉 哦 那我与他般配吗 啊 冷情惊讶 玄机恍恶 才子与家人 焉能不配 魏无羡点头 晦涩不明地说 知道该如何做 爷放心 属下定住大爷儿心想事成 魏无羡转身离去 哈哈哈哈 属你机灵 走吧 快迟了 隔日 魏无羡独自坐在书房内小镯 灯火微弱 清风徐徐 他左手翻着沉甸甸的资料 玩味的浅笑 蓝湛 双狼身 蓝氏书院的二公子 有一青梅竹马的恋人唐三 家人均阻挠不许 现如今 世人重力清学 书院经营为鉴 父亲早逝 母亲能言善辩 颇有手段 倚靠蓝氏 抚养兄弟二人 其兄长蓝西辰 懦弱无能之辈 一肚子经论空谈暴富 其叔父蓝起人 迂腐不堪一心向学 妄想扩张书院 重振蓝氏风采 蓝氏书院 这就好办了 浊酒一杯入口 魏无限胸有成竹地望着窗外漆黑无星的天空 深邃的眸光闪烁逢尘 属下在 无痕的生辰快到了吧 二月初五 三日后 把他们那群书院的同学均邀请来 一起热闹热闹 是 魏家小少爷十八岁的生辰宴 办得格外隆重 大百言习字不消说 还请来了文明侠尔的戏剧班子 烟花表演 不少富商攀亲说贵 各怀鬼胎 纷纷登门拜访 带子女的不在少数 蓝氏书院应邀 蓝湛及一众子弟 前来贺喜 魏无限得心应手的周旋其中 内心早已胶着 等得坐立不安 频频回首 终于在高昂的通报声里 看到了日思夜响的人 更看到了助力其身侧的唐三 那人比画像中更显碍眼 一脸酣痴地笑望着身边人 刚好门前的鞭炮声骤响 眼疾手快的唐三 揽过蓝湛一个剑步 将人安安稳稳地护在怀内 周围人捂着耳朵唏嘘 哎呦喂 我当时多大的炮胀呢 没人护着我 万一乍伤了怎么办 唐三哥哥 我也怕 一众学子们习以为常地起哄 闹得两人都红了脸 但仍然不舍地放开紧握的手 仿佛追心的刀子 魏无线紧握的拳头 最终在忽音忽情的情绪波动中松开了 换上一副笑脸 吴恒 你书院的朋友来了 魏无恒一阵小跑 赶忙迎接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请笑纳 吴恒祝你生辰快乐 谢谢 我太高兴了 快进来路过某人身边时 魏无恒这才后知后觉地介绍 这是我大哥魏无羡 魏大哥好 几人拜礼 你们远道而来 有失远迎 切莫则怪 吴恒好好款待 知道了 哥 好啰嗦 你快走吧 不能打 自己的亲弟 魏无线压住火气 欲言又止 眼角处瞥见一抹微笑 心情瞬间释怀了 你们快来 戏剧要开始了 几个年轻人像刘老老进 大官员般稀奇 吴恒你家真是富丽堂皇 你哥这么英俊 一点没有传说中的那般无情吓人 我大开眼界 瞠目结舌 目瞪口呆 哑口无言 无法言表 别拽词了 跟上 一群人叽叽喳喳走向后院 魏无羡低头回味 那含蓄浅笑 脚步不知不觉就跟上了 魏母高坐戏台对面 周围叫好声不断 看见两个儿子先后进场 怀抱着小外孙 拉过魏无忧的手 叹气你瞧你那两个弟弟 哪点比人家差了 怎么就说不上媳妇呢 魏无忧无奈笑着 吴恒才刚成年 母亲莫及 我不也是二十六才嫁人吗 我是说你二弟 你瞧这周遭多少失灵的女子双郎 但凡她能多看一眼 我隔天就能把聘礼吓到人家里去 整日和一群老头子打交道 莫不是有什么怪癖 哎哟 魏老夫人 我都听不下去了 哪有这么遭见自己孩子的 哪个少年不私父 哪个少女不怀春 咱们大公子是多少将因人的梦中情人 这缘分一道不就成了 坐在一旁的僵士不以为然 宽慰道 你看吴忧当初不也遇到了风吗 半年内成婚 也不耽误我抱孙子不是 是啊 得亏有小宝安慰外婆说弊 忍不住亲上一口 念到我的孙子几时能抱上 几人有一搭没一搭地弹着 喜忧参半 戏曲稍显无聊 吴狠领着几位年轻的朋友 偷偷来到花园内饮酒做诗 不复春光 金个儿吴狠生辰 咱们就以喜为主题 不妨一座其中一人提议 大家纷纷郁郁郁市 为家生日好风烟 留暖花春二月天 好 应景 金碎亲钱捧寿杯 来日万里福自来 掌声一片 且听下一位 停下只蓝帽 腰间印瘦容 好兆头 值得一喜大家哄堂大笑 愿亲友比昌而大 与国无穷路而康 魏无痕哈哈大笑堂兄 果然胸襟开阔 与耳同服 蓝湛嬉笑 你们都说全了 我就只能举杯 一声大笑能几回 斗酒相逢须醉倒 哈哈哈哈 蓝二公子都发话了 咱们举杯同乐吧 魏无痕刚要引到嘴中 就听见院门出一声喝彩 蓝公子好才情 魏某有一句 刚好与之相当魏无陷在众人的凝望中 来到凉亭处 端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说 浮生长恨欢愉少 肯爱千金轻一笑 说罢 酒见杯底 对几人摇晃 蓝湛被这种打量的目光 盯得浑身不自在 躲避般答道 魏大哥寄高一筹 不敢作弊 得此高看 蓝湛竟魏大哥一杯 其他人或明白 或糊涂 或揣着明白装糊涂 也均嘻嘻哈哈地举杯隐蔽 晚间 烟花绽放 绚烂无比 惹得大人小孩均热热闹闹地赞叹 母亲今日如此开心 看了儿子这艳伴对了 魏无羡侧身 环抱着乐呵呵的魏夫人讨乖 嗯 魏夫人拍拍儿子的手 欣慰 马上又伸出食指 指点那人的脑袋 要是你能不让我操心你的婚姻大事 我更开心 得 每回您老就催 可儿子尚年轻 忙得不可开交 您教会男人 当以事业为重 二十八了 不小了 我们这几年给你相看 有不下二百个 回回不愿意 说到心病处 魏母拉过魏无羡 与众心肠 儿呀 这名呀 利亚都是虚的 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才是真 我和你父亲也都老了 再看看和你同岁的 都是抱着孩子来吃习的 你是要气死我 不气不气 您身体不好 不要每回和我对着干 多伤身 听见快要起茧子的话 魏无恒漫不经心的接话是呀 哥一个人过得挺潇洒的 您竟想那些莫须有的事 个浑小子 大人说话你插什么嘴 你看看 魏无羡 上梁不正下梁歪 你给你弟做的好榜样 魏无羡一个巴掌 拍得魏无恒 差点把含在嘴里的饭全吐了给母亲道歉 我错了 母亲 我问你 金个儿来的那位蓝湛 家是江音的吗 父母是干什么的 他呀 可是个传奇人物 蓝氏书院远近闻名的蓝二公子 和我们玉才书院有往来 有着不输文人的风雅 更胜一筹的秦义 只要一露脸就招好多人喜欢 但是呀 才人偏偏选中了家境一般 打铁匠出身的唐三 蓝氏一族全都极力反对 魏母听后频频点头书香门第 不错 我瞧着那孩子和演员 就是 要我也反对 没有梧桐树 怎能养金凤凰 无痕呀 如果蓝湛配你大哥怎么样 母亲 这哪根啊 你可不要乱点鸳鸯谱 你说 你可怨 魏母恨铁不成钢地 拍向大儿子 魏无羡得逞般喊痛 喜不自禁地捏向 魏母的肩膀儿子不敢 但听母亲吩咐 以儿 前个年以蓝二公子名义 捐二百件古琴的事 已经传开了 哦 魏无羡拨弄着笼中的脆皮鹦鹉 头也不回地问蓝湛什么反应 他 他写了一篇副文 将您办学社 募捐济民的事 大大赞扬一番 还说 还说也 您不孤鸣钓鱼 每装每件都默默奉献 假借他人名义行善 是真名事 呵 逢尘你说 咱们的蓝二公子聪明不 魏无羡放下鸟石 起身净手 这样一来 既不得罪于我 又与我摘得干干净净 我若真因此生气 导显得小肚鸡肠 失了气度 穿戴整齐后 魏无羡矗立在铜镜面前 凝视着镜中俊朗风流的面目 眼眸诡诀 有趣 咱们去会会这个挠人的小猫去 良久 马车在蓝氏书院的山脚下停住 魏无羡立落下车 就瞧见这松竹林立 烟雾缭绕 恍若仙境 劳烦通传 我找蓝二公子一叙 您请回吧 我们公子 说他下山了 谁也不见 哦 魏无羡也不急 索性在门前找到一处平坦地 坐下我就等他回来 不多久 就听见一阵嬉闹声自山上传来 几名书院子弟散学而归 蓝湛与他们攀谈 也遇下山 忽然被一声辞性嗓音喊住蓝湛 他一回头就看见那人好无赖地抱着自己的兔子 从头到尾的按摩抚摸 那兔子一脸享受 叼着菜叶子 咀嚼得十分自得 其他人看清魏无羡的样貌后 窃窃私语的议论 脸上偷袭打量的神态暴露无遗 纷纷与蓝湛告别 还不时地回头望 你 你放下我的兔子 啊 好魏无羡弯腰放下 还不忘拍拍吐屁股 以事友好 魏大哥找我有事 我想请你吃饭 谢谢你为我杨明魏无羡一脸笑意 十分真挚 不好意思 我已经约了唐三 至于道谢 魏大哥 希望您下次别再与我有任何形式上的联系了 我不希望造成什么误解 魏无羡只是轻笑一声 仿佛看孩子般宠溺蓝湛 我喜欢你 非常喜欢 蓝湛被他的直白吓了一跳 仍倔强地攥着衣角 魏大哥 您的心意我不能接受 我已经有爱人了 我们非常幸福 谢谢您为孩子们做的一切 也祝您早日找到心意相通之人 你就一点也不想了解我 抱歉 魏无羡坐在回去的马车上 有一种手捏棉花的脱力感 聊起车帘 就瞧见两个熟悉的身影擦身 下了山的蓝湛 与等候在路旁的唐三相拥 两人追逐打闹着 最终 唐三将蓝湛一把背起 稳稳地向着与马车相反的方向离去 直至消失在魏无羡的视线里 魏无羡的这种无力感 转化为淤积在胸口的愤怒 他想不通 自己哪里不如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 这话不假 放眼全江音 没几个会在他俩之间选唐三 但谁让那人是蓝湛呢 偏偏咱们为大爷看中了蓝湛 也只要蓝湛 儿子 我问你 什么时候去蓝家说亲 这都几周了 你们要想自由恋爱 我也不反对 你把人先带来 咱们正式吃个饭 我心里踏实 哈卫无羡吃口茶 苦笑回八字还没一撇呢 为老爷接过儿子七好的碧罗春 琢磨书捐 可是上次来的蓝湛蓝二公子 我瞧着他已经有爱人了 这不妥吧 你个老头子懂什么 他们年轻人哪个能定性做主的 只要这亲没定 保不齐是谁家的媳妇 你又误会我了 我是说 这事要办 就要方方面面考虑周到 别造成不好的影响 你这倒提醒了我 那新上任的分管将因教学的吴坚察 和我颇有渊源 他夫人难产 刚好是我保的胎 母子平安 哎 老魏 当初你们俩还切磋酒量来着 叫吴 对 吴高 哦 却有此事 好些日子没见了 我想干脆 咱们请吴高夫妇做媒 把蓝家这么一请 大家认识一番 顺便 我也想让你与吴高联络联络感情 有这层关系 难保今后做生意用不上 儿子 你看呢 魏无羡奉上一杯漆的刚好的茶 笑颜 您定 母亲 我不去 要去 你们自己去 一听到这消息 蓝战立马转身回屋 李是意料之内的 冲着急的蓝企人 白手挤眉 自己跟上前去 轻声打开房门 就瞧见在暗黄的灯光下 一个小人闷闷不乐地坐在床沿 不语 李雪娥重重地叹口气 满面愁容地坐到其身旁 拉过蓝战的手续道 这儿 咱们家什么情况 你不知道吗 你父亲去得早 书院每况愈下 你叔父就盼着这次能得无监察高看 只要他能稍微提携 那书院名气不就出来了吗 你那个不成器的哥 眼高手低 难堪大人 母亲能指望谁 只有你了 这儿 可是 我已经有唐三了 你还小 这儿 等你嫁人了你就明白了 那花钱月下都是虚的 跟着他你 除了吃苦受累 还能得到什么 母亲打小 就近十二分的力培养你 何曾让你受任何委屈 而呀 他真的不适合你 不是的 唐三他真的很有才华 也很疼我 这次他要参加科举考试 一定能拔得头筹 他这一走就是一年半载 那病重的母亲 你来伺候吗 再说 他哪有积蓄打点呀 就算他真重了 也就是个九品小官 能有几个钱 没背景 没人脉 他这仕途如何谈到 这儿 开工没有回头见 你一错就是一辈子呀 乖 你就露个脸 不作数 我们也得挑挑他们不是 人家都上门来请 还是你叔父的上头管事 我们这几分薄面 也是要给的 嗯 别让你叔父为难 好 吧 说好了 不作数的 嗯 敬手吃饭吧 回来就耍性子 你这脾气啊 求你让我进去 让我见魏大爷一面 日头下 唐三围堵在 魏氏府邸门前苦苦哀求 大爷日理万机 岂是你这个生人 说见就见的 二少爷也是认识我的 去去去 爷说 让你进去通传人耳语 一进门 唐三便扑通跪地 声声诉说 连连磕头 贸然打扰 魏大爷 求您发发善心 请诡异温情救救我的父亲 铁炉爆炸伤了根本 大夫君束手无策 指明诡异莫属 唐三院当牛坐马报答您 魏无限冷漠地别开头 起身望向窗外 看向车水马龙的人群 缓缓开口 你知道 每日有多少人如你这般 求我搭救 忘我提携的吗 你我非亲非故 我为何要帮你 那 你为何要见我 魏无限回身 端坐在椅子上 虎视眈眈地盯着地上的人倒也不傻 现如今全江阴的人都盛传我心悦难战 那你认为这个理由充分吗 我 我不能 你误会了 我不屑于要挟你让他给我 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你的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伤痕累累的家庭 前途未卜的将来 既做不了自己的主也给不了他庇护 你不是我的对手 也不配拥有他 如果 想要羞辱我的话 您做到了 还是求您 高抬贵手 就加负一命 帮你也行 让蓝湛亲自跟我说 他要的东西我必然会满足 唐三失魂落魄地走后 魏无羡一脸震怒地甩开手中的毛笔 沉声喊道 冯尘 是你自作聪明的 冯尘吓得扑通一声跪地 冷汗直冒小的 小的只是在唐浩天的老板面前抱怨一声 没想到那小子擅自做主 奴知错了 哼 你们一个个不把心思放在赚钱上 小聪明倒是一个赛一个地会耍 再有下次 我接了你们的皮 看见魏无羡脸色闪过一丝温和 逢尘这才松口气 起身研磨奴士为爷着急 狼公子当局者迷就罢了 这唐三也应该早点看清局势 别把做生意那一套用在感情上 脏 爷教训的是 写得如何 个顶个得好 就是这字奴才不认识 哈哈 你倒实在 你这冤家 魏无羡多好的孩子 你对人家爱大不理的 人巴巴的 又是搭现无监察 又是捐资建房 圆了你叔父多少年的夙愿 现如今 不过是约你九楼一续 你倒推三组四的磨蹭 哎呀 我要去了 别催了 不得准备歇谢礼 蓝湛匆忙抱着一个木盒子 逃逝地出了家门 没缓过神 就瞧见一个身影 窜了过去当心血 不着急回来 嚷完李氏又不放心地接话 也不准太晚 母亲 不用担心 这马车接送的 能有什么事 李氏气不打一处来 抬手就是一拳你个冤种 同一个爹娘生的 你还得只靠你弟弟 无羡给你介绍的学纠差事好好干 别出幺蛾子 慢些 盒子里装的什么 重不重 等候多时的魏无羡 早早在天香楼下迎接 看见小人出现 便伸手揭去 两人落座后 蓝湛这才打开盒子 一坛青花瓷器装着的天子校 为大哥 我是专门来谢谢您的 谢谢您帮助唐叔叔治病 谢谢您帮蓝湿扩资建房 这是我亲谅的天子校 保证正宗 希望您不要嫌弃 怎么会 蓝湛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心甘情愿的 只要你开心 你给的酒 我也一定好好珍藏 我 我不能再接受您的好意了 魏大哥 你很好 可现在是唐三最难的时刻 我不能离开他 我知道自己无法报答您的厚爱 一边拒绝您 一边接受着您的恩惠 这样很不道德 今后 你如有需要 我一定义不容辞 这杯酒 我敬您 果然 好 我们先不聊这些 尝尝这家的腊肉争损不错 爽嫩风鱼 暗夜里 魏无羡一杯一杯地品着天子校 望着窗外树梢上方皎洁的孤月 思绪万千 从小到大 没有什么东西 自己是求而不得的 唯一一次这么坚定地想 光明正大的赢的一人真心 却也只能沦为他人的配角 呵呵 可笑可悲 只有实实在在抱在自己怀中的才踏实 才属于自己 给别人祝福 看他人快乐 从来都不是我魏无羡的风格 光阴迅速 蓝湛等来了唐三线 是作弊被关押的恶号 他绝不相信 唐三会迅思舞弊 四处奔走打探 皆无所获 走投无路 想到了魏无羡 见面时 魏无羡显得格外坦然 当即就表示 我可以帮他洗清冤屈 甚至可以资助他 继续求学科考 雇佣人照料他的父母 但是 魏无羡抬起头 手支着下巴 只是蓝湛婆娑的泪眼 仿佛一方深不见底的泉水 悠然开口 你能给我什么呢 只要 打住 我是个商人 最不愿做的 就是亏本买卖 你所说的未来如何帮我 根本不切实际 过去我喜欢你 愿你被你敷衍 现如今 我依然喜欢你 所以为你 贴心准备了这个 你瞧瞧 蓝湛颤抖地翻开卷轴 只见文书写着 两性联姻 一堂地约 良缘永结 匹配同称 看此日桃花灼灼 一世一家 补他年瓜蝶绵绵 耳昌耳赤 仅以白头之曰 书向红尖 好将红叶之蒙 载名冤谱 此证 只要你签字 我立马救人 所承诺的君无戏言 当然 我魏某 不喜欢强人所难 你要不愿意 就把婚书还我 说吧 伸手想收回 只是那握着婚书的人 死死拽着 如何啃松手 不 要 我 愿意斗大的泪珠 早已滚落 一如当初惊鸿一面 那般美丽 今后再不许见他 嗯 魏无羡擦过他烫人的泪水 皱眉最后一次 因他而流泪 蓝湛木讷地答着 嗯 新婚定在这月十五 老人们算得好日子 夫人 我们会幸福的 魏无羡轻轻掰开 蓝湛紧握的手 妈撒着 叹息着 对他 更像是对自己说着 要说这有钱人成婚 气派 奢侈都是有的 但咱们为大爷 为表与您同喜的心情 接连一周将因 卫视产业下 所有的酒楼 旅舍 店铺 只要送上新婚祝福 全半价 一时间 火爆一长 人人艳羡 唱着 去遂奔波无一房 生子当若兰二郎 蓝湛静坐在房内 轻轻拨弄着 唐三颂的生辰风铃 屋外人声鼎沸 锣鼓作响 所有人都是喜气洋洋的 好似他们才是 这桩婚事的主角 少年人的承诺 像秋后挺立枝头的叶子 看似坚强 实则不用风吹 自己 就随风而去了 连掉落都那么悄无声息 何况无人挽留 他和唐三最终成为人们口中的一声叹息 年少无知 魏无限是很好 说话做事 永远那么体贴周到 滴水不漏 但是蓝湛心里有无法言说的欲解 似乎某种无形的东西 逼着自己必须如此 他感觉不到自由 感觉不到自我的力量 不过 不重要了 皆大欢喜 不是众望所归吗 婢女们马里地为其梳妆 贴花垫 苗鞋红 点唇枝 凤冠霞配 一身金贵 我的公子嘞 真是美不胜收 快 迎亲的队伍都跨到门前了 姨婆笑咧咧的直拍手 李氏招呼着 前来贺喜的邻里街坊 名流雅士 春光满面 笑不见眼 同喜 同喜 小孩子别拘着 吃喜糖 快 鞭炮呢 长歇 小红呀 孤夜快到了 把大雁放门前讨吉利 魏无羡胸带红花绸 身骑飘瀚骏骏马 沿路撒糖 奏月吸引了不少孩童追赶 花轿抵达蓝室脚下时 乌泱泱几百号人 魏无羡翻身下马 笑盈盈的在外叩门 催请夫人上轿 周围人头攒动 起哄声不断 院门内才出声红伴 好说 无牙 莫要怠慢说完 撒了一筐红瓣 求各位叔叔 婶子行性好 让我见见夫人吧 哪这么容易 让大伙听听 咱们新郎官的诚意 唱两句吧 魏无羡也不切梭 轻轻嗓子张口 就来从今后翘雨 交音满是文 如刀断水分不开 好 人声附和 拍手称赞 几番寒暄 才得以进门 送上酒香丰厚的礼品 长辈们点头 周围人一番挽留交代 热热闹闹的 才接到兰湛 娶亲的归路另选一条 绕得远 簪子将轿子全遮盖了 喜婆 为着辟邪不让接 不渗透气的方寸之地 回荡着唢呐声 唱曲声 兰湛头晕晕的直犯恶心 好容易挨到了卫府 卫老爷 卫老夫人 以及百十来二一众亲戚 早就等候多时 鞭炮煞时响起 围观的人们伸长脖子看人 管家们撒向人群 是一打一打的红包 喜糖 小灵嘴 大家都乐呵呵地道喜 自行让出一条道 花轿进庭院 过火盆 送走了蓝西辰和蓝氏的表亲 请新人出轿喜婆高昂的调子一喊 彩色纸线满天飞舞 魏无羡先向轿门坐了三个衣 接着起开轿门 掺着蓝湛小心地跨马庵 走火盆 礼毕 魏无羡当即就横身抱起了蓝湛 点得高高的 小人猛然腾空 被吓得一声惊呼 喜婆笑称脚不粘地 事事如意 败过天地后 二人不在前堂周旋 而是双双坐在了洞房的床檐上 喜婆带着一众丫头们 撒喜果于帐中 枣子 栗子 花生 满满当当 一群前来闹洞房逗乐的人 全被魏无羡锁在了屋外 兴兴而归 夫人 该接盖头了魏无羡拿着洗秤 跃跃欲试 那喜怕吓的人 微微点头 名目好齿 书性貌质 夫人真美 可能是满屋的喜事勾起了她的情愫 莫名地静也害羞地低下头不语 夫人 该洞房了魏无羡迫不及待伸出的手 被生生拦在半空 还 还没喝酒 二人交杯小酌 对视 感觉到有些燥热的空气 夫人 该就请了魏无羡伸手解开第一个扣子时 拦战别过脸 问 我们不成礼 行吗 魏无羡固执地贴着她的腰 一把抱起 对着床上盛满喜果的褥子一拉 果子褥子稀数落地 独留下一条明黄黄摆在床面上的白色帕子 魏无羡让人放在其中 一点一点地摘下她的头饰 直到乌发稀数撒下别的我都能答应你 但今晚 得见红 蓝湛是在一阵稀稀疏疏的吵闹声里醒来的 花弱 快些将这雪顶寒美酒酿 搬进后照房 戴爷儿等着品鉴 莲香水泄瓶到了 你们几个抬进正房去 大夫人还没醒呢 爷吩咐不准打脚 进来吧 蓝湛吃力地撑着酸胀不堪的身子 披上外衣 艰难做起 聊起卷纱莲 准备洗漱请安 一群丫鬟闻声 开门鱼贯而入 并列一排 足足有十多位 为首的是烧掌的萧姑姑给大夫人道喜 大爷让我们厚着您伺候 我不喜热闹 势必恭亲 留一个能梳头的就行 随后便指向一个伶俐乖巧的丫头 还不快谢谢大夫人抬举 那孩子立马扑通跪地 连连磕头 谢谢大夫人 奴婢方若一定尽职尽责 不敢怠慢 这第一件事便是改了这称呼 这连萧姑姑都为难起来 和地上的方若面面相取 夫人不喜欢就改魏无羡意气风发地走来 直奔向蓝湛身旁 想要一吻方泽 却被捂住了嘴角 你这称呼也改改 好呀 我就喊赞宝 宝贝揽过那别扭躲开的肩膀 魏无羡伸长脖子 冲小人甜蜜而语 这是二人昨夜荒唐时 魏无羡情不自禁的爱称 蓝湛被羞得又躲又垂人 你好凡人 好了 不闹你了 叫这儿 行不行 你就喊我哀英 我的小明 转脸对着一众低眉垂首的奴婢们历生 今后尊称夫人为公子 方若照看好主子 我重重赏你 是 二人的心房 是紧挨着魏氏老宅庆安院的桃花院 钟灵玉秀 景致繁多错落 其中邀月台 胡心亭 听雨轩 君是魏无羡情能工巧匠 仿照原型专门建造的 看戏 赏月 关于 品名 无一不全 穿过悠长的超收游廊 过小门二人 这才来到老宅庆安院 给爹娘敬茶 祝二老万事顺意 福禄安康兰战跪地乖巧的 奉上雨前龙井 为老爷欣慰的结果 好孩子 可还习惯 谢谢父亲牵挂 这儿一切都好 魏母却一脸蕴色 蓝湛坦特 奉上的茶 没有立即接走 魏无羡机灵的 韩母亲 可是看待了 儿子选的好媳妇 我也给母亲敬茶 助母亲笑口常开 诸事无忧 二人齐刷刷地跪着 魏母最终一声叹息 结果 福起你啊 最让我开心的 就是你俩和和美美 我能子孙满堂 魏无羡懒过母亲 笑嘻嘻地硬着会的 您还不相信儿子的实力 这儿跟我来 我有东西送你魏母 却拉过蓝湛 将魏无羡挡开在外 二人来到里间 魏母直取嘉南香木盒 拿出银掐丝捎蓝手镯 戴在蓝湛手腕处 蓝湛推脱 魏母直言 这镯子非金非玉 典雅鲜艳 极富质感 配你也不俗气 你收下吧 也是我做母亲的一点私心 魏母叹口气 坐下 拍着胸脯说我儿喜欢你 所以不计较这些 可我这个做母亲的 多少有些不舒坦 也希望你看在我们老人的面子上 多关心她些 蓝湛听得一头雾水 左翼儿 你们新婚 那唐三硬是在门前喊了你一个时辰 左右请不走 抠肝掏肺的诉衷情 惹来人们非议 这不是拐着弯的 骂我而强人所爱 打我未事的脸吗 我们是明媚正取 也是你自己愿意嫁来的 何来强迫 你可知 为了给你蓝家搭线 你父亲连他最爱的收藏 戴松的贺寿 都二话不说送人了 戴松擅长画水牛 少有画贺 其中的价值 你可想而知 更不要说什么给你哥 你叔父办事送礼 建房的花费了 蓝战一脸震惊地听着 他说不出一句反驳的话 竟不知魏无羡瞒着自己做了这么多 他的骄傲 他的自尊 让他无法理直气壮地说出 自己没要求他做到如此 我知道你不是个贪图富贵的孩子 说这些也不是要你回报 更不是埋怨你家里人 只是我儿闷头做事 反落不到好名头 为娘心里憋屈 这儿你能理解吧 魏母语重心长地 拍着蓝战的手 嗯 蓝战微微点头 连带着声都是颤抖的 彼此僵持片刻 魏母还欲开口 就瞧见魏无羡在门前探出脑袋 嚷着聊什么呢 母亲孩饿了 这儿也没吃饭呢 你呀 娶了媳妇忘了娘 我能吃了她不成 走吧 魏母拉着蓝战起身 魏无羡向前揽过蓝战 卖乖 哪有 我是怕饭菜凉了 糟蹋了您一早准备的心意 右眼间的瞧见蓝战手中佩戴的镯子 立马笑夸 母亲果然疼这儿 这烧蓝工艺可是罕见呀 只怕全江阴也是独一份 橙色亮丽 图案祥瑞 价值连城呀 魏母也不含蓄 意味深长的望向蓝战你们知道就好 魏家的规矩没有蓝家多 连每日的请安问候都免了 魏是三姐弟 也只是逢年过节聚聚 平日里各自忙碌 魏老两口人老心不老 游玩踏青 走亲访友从不拘束 蓝战起初还不适应 不过能长居在桃花院 免了繁琐的礼节规矩 对他来讲 何尝不是一种解脱 这几日 魏无羡特意舞间推掉生意邀约 陪蓝战在家用餐 不大的红木桌上摆满了佳肴 这几日你辛苦了 我特意请人做了几样新鲜菜 给你补补 尝尝这个美蛙鱼头 魏无羡贴心地 夹起浓郁汤汁里温着的软肉 放至蓝战碟里 谢谢 虽然我不认同你对我这么客气 一张满是喜悦和期待的脸 一下子对到蓝战眼前 但你说什么 我都喜欢 没等蓝战回神 又自作主张地摇起一勺甜品 还有这个玉米烙 香酥得很 尝尝 嗯 多吃谢 抱起你 可丝毫不费力 扫扫 在吃饭呢 哥 也 在 魏无恒火急火燎地冲进来 看到魏无羡沉着的脸 立马吱吱吾吾起来 没大没小的 吃了没 没吃自己拿副碗筷 坐着 哈 我吃过了 我是来找扫扫说是的 嘿嘿说着 就要拉起蓝战往里肩走 魏无羡重重点了下筷子 边吃边讲这里没有外人 你直说吧 啊 魏无恒面露难色 看见蓝战点头才心虚道 唐 三 他昨日醉酒后被打了 伤势严重 嚷着要见你 我们是朋友 他也从没求过我 我 不过 他和我保证 只要见一面说清楚 就绝不纠缠 看他哥照常的家菜吃饭 丝毫没有恼羞成怒的模样 魏无痕摸 莫名感到后背发凉 越说越没底气 蓝战听着也沉默不语 不自觉地攥紧双手又放下 三个人就这么僵持着 偶尔有碗勺 碰撞的叮当响声 显得异常惊心 蓝战打量他如常的神色 忐忑叫了声味鹰 乖 怎么不吃了 这个清蒸鲫鱼 味道鲜美 是是 魏英微笑着起身 为其布菜 蓝战看着碗里堆积的饭菜 定下心来无痕 我不能去见他 你转告唐三说与不说 无关紧要 我如今已经嫁人 只想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过往种种都忘了吧 就当蓝战这个人死了 希望他好好养伤 莫要做傻事 辜负了长辈们的妻忌 和自己的志向 还愣着干什么 二少爷 都听到了吧 麻烦转告你朋友 再有下次 这江阴县可就待不住了 魏英擦净嘴角 甩开帕子 直视蓝战 凌冽的气场令人胆寒 我若再从你口中听到他的名字 可不是受伤这么简单 你明白吗 蓝战头一次看见 这么桀骜又专制的魏无限 又陌生又害怕 默默地点头 按照惯例 这日该回门 蓝战早早醒来 便要起床 刚穿好衣服 来到盆架前敬脸 就猛地被人 从后面拦腰抱着 上下起手地摸索 蓝战以前 觉得他还是有一番君子风度的 但自从成婚后 这层错觉便逐渐消失了 就像此刻 那手围着圆翘的臀部 使劲地揉 有些沙哑的嗓音在耳畔这么早 陪我睡会儿 蓝战扶着盆架子 用后 胳膊肘推人 你起开 我收拾一番 那人置若罔闻 掰开就往里送 啊哈 你出去 男人不为所动 他撑起前身 防止一个不慎栽进脸盆里 水盆里的水 被震得波纹皱起 他受不住仰头大口吸气 却瞧见镜子里 自己脸颊通红 眼角蓄泪的可怜模样 还在不停被颠撞往前 须别出声 婢女在外边呢 男人 低牙喊着 蓝战什么也不知道 他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男人抱上他的 也不知道男人为什么 静鸾前模糊听到一声无奈叹息 回家就这么开心呀 臭宝 恍惚中蓝战看到了一片野菊花 白生生的一身细细绒毛的花朵 在风中不停地舞蹈 一个吹笛子的男孩和风一起为花伴奏 李氏早已在山下等候 无限来了 我的这儿李 让娘看看 没瘦 好好 快进来 你哥今日高兴 一大早买来的海鲜 有你喜欢的蟹膏 银丝卷 正在厨房忙着呢 啊 我哥做的饭能吃吗 哈哈 他哪是做饭 他在那装盘呢 你给他留些面子吧 李氏缠着儿子的胳膊 爽朗大笑 又贴心问过得习惯吗 我看你这气色有些疲倦 啊 许氏坐车类的 蓝战慌忙 找个借口搪塞 想到罪魁祸首 转身回望 那人正大包小包的 将礼品一一从马车中搬下 李氏顺势望去 感叹 无限这孩子 虽说出身富贵 倒也不骄纵 难得 你呀 收收自己的小性子 抓住他的心 这辈子都不愁了 是是是 您看他哪哪哪都好 我就是您捡来的 你个小没良心的 我对他好不是为了你吗 对了 母亲 成婚匆忙 我那些东西 您没收拾吧 放心 你那屋我还保留着 偶尔打扫一下 没动 就是看着空落落的 唉 卫英看着两人说笑着越走越远 仿佛忘了自己 摇摇脑袋 无奈 干脆让伙计搬着东西射击而上 自己也紧随其后 母亲 我来坐吧 您陪这儿聊天 他呀 一早就醒了 着急来看你们 无限 你会做饭 还是我来吧 您就等着尝尝我的手艺吧 快走吧 李氏被推出厨房门 刚要笑吟吟地走向蓝战 就看见小儿子像扎毛的兔子一般甩开蓝西尘的手 历生拒绝 不行 你想也不要想 又怎么了 不见面惦记 见了面就吵 你们是要气死我 你问他蓝战气鼓鼓地别过脸不说话 母亲你评理 我不过是让扎儿给地续提提 帮我转行到旅馆当差 那学究干得又累又不挣钱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瞅瞅他什么态度 蓝战愤愤不平 十分坚持 你懂人情往来 经营管理吗 魏英能真的让你干个跑堂的 你又不会惊伤 这不是毁魏家的生意吗 娘 你看二弟 刚嫁过去才几日 就向着魏家 也是我寒颤 给您丢人了 这话就当我没说蓝西尘摇头摆手 索性贪坐在椅子上 唉声叹气 行了 李氏拍着桌子呵斥 你瞧你那不成气的样子 转脸又温言软语地对着蓝战言说 这儿 你哥他也是想有一番作为 平日里人家都开他玩笑 什么蓝大爷蓝大爷地喊着 也与他 弟弟嫁得那样好 你怎么窝在这小地方教书呢 他能不急吗 好孩子 你就当看在娘的面子上 帮帮你这高低不成的哥哥 这不体面呀 他连个媳妇都说不了 娘当学究 也是靠自己本事吃饭 有什么丢人的 我们还是书香世家 怎么连你都重伤清学 我清学 我清学当初就不会嫁给你父亲 好歹我也是官宦之女 什么好的没见过 你以为我贪图荣华富贵 要拖累你 既然你翅膀硬了 铁了心要气你哥不顾 我也不是不是好歹的人 赶名 你也不用来瞧我 我们高攀不起 说完捂着脸 频频抽气 边哭边垂向蓝西沉你哥 不成气的 打死你 都落个干净 蓝湛委屈的也是泪流不止 魏无羡闻生赶来 看此状况 心下了然 连忙搀扶起娘 您这是做什么 这儿不懂事 有什么问题 您跟我说 不用麻烦你 全当我这个儿子白养了 谁懂我一个寡妇的苦呀 李氏声泪俱下 哭得更悲凉 这儿给母亲道歉 咱们多久才回来一次 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最重要 什么都是小事 魏英攥着蓝湛的手 拽着执拗含泪的她 走向李氏 刚欲开口 蓝西沉就见缝插针 直言道 对对对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都是一家人 无限呀 你能不能调我到旅馆任个职位 我最近看了不少经商之道 想锻炼锻炼 这对你来说一句话的是 你看行吗 魏英上挑着眉眼 不可琢磨地换上一副笑脸 拍过打着如意算盘的那人肩膀 这个好说 刚好越来客栈缺个副管室 你可愿意试 蓝西沉听后 立马洗上眉梢 连连点头 这可是个大客栈 既然必须信任我 我一定不负众望 蓝湛一听这话 立马翻脸 甩开魏英紧握的手力声 不行 魏英你别插手我们家的事 李氏刚牺牲的嗓子 又是嚎啕大哭 拉过蓝西沉就打 叫你没眼色的 上赶着要 你是断手断脚呀 讨饭吗 被虚张声势的李氏吵得头疼 魏无限也不禁放大音量 想捉住那暴躯闲冤的小人 你看你给母亲气的 什么你们家我们家的 都是一家人 蓝湛被搅得里外不是人 气得眼泪直流了 甩开门就跑进屋里 还生气呢 我削个苹果给你吃 降降火 魏英紧跟齐后 坐在一言不发的蓝湛跟前 拿着刀慢慢地悬着苹果 刚刚平复的小人 像被踩了尾巴 一脸正色魏英 你之前为我们家做的 我很感谢 可是今后你能不能 别为我们家办事了 我不喜欢 哼 魏英一阵哼笑 惹得蓝湛不悦 你笑什么 我笑你像个小孩 一口一句你的我的 做事要划清界限 我问你 你都是我的 这怎么分得清呀 你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蓝湛索性不理她 转过身来 独自生闷气 我当然知道夫人的意思 可是话不能这么说 太伤人 母亲为儿子奔前程 合情合理 何况一家人互帮互助 都是应该的 这是人情 不要说你哥 为了虚名小丽失了气节 他上要顾老 下要养小 担子也不轻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你不能以自己的标准 要求别人都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况且 他们是我们的亲人 魏无羡寻寻善诱 抚摸着蓝湛的手开解 可是 可是我拿什么 还你 我不想欠你的 蓝湛低头嘟囊 任由双手被揉捏着 我喜欢你欠我的 夫人只要学着相信我 依赖我 爱我 就算回报我了 更何况 每日每夜 夫人不是在身体力行地 抱答着吗 今早呀 回 为无穷 蓝湛羞人哒哒 推嗓着越说越贴近的身体 哎呀 好疼男人突然捏紧了拿刀的手 痛苦皱眉 怎么了 刀刀划着了吗 对不起 蓝湛慌忙转身 一脸愧疑 手足无措地牵他的手要去查看 那人顺势一把将人抱个满满当当 安然放置在大腿处夫人想谋杀亲夫 然后继承家产吗 咬住那挑着自己下巴戏谑的手 蓝湛称怪坏蛋 你详骗我 别置气了 男人揉摸着他哭红的眼睛 和粉嫩的脸大爱连到我刚进来时 母亲就进厨房了 一声不吭的做饭 都是你爱吃的 咱们大人不计小人过 不和老人一般见识 嗯 蓝湛十分羞难 张口之无 最终还住了男人的脖子 谢谢你为英 一顿饭吃得倒也愉快 母子哪有真仇恨 尝尝无限的手艺 你呀 跟你爹一样 清清白白不染沉 娘怎么舍得 别怪母亲 啊 她向来能屈身 只要女婿点头 做个俗人又有何妨 况且 这个家没有她撕开脸面的争 哪来今日 娘兰湛最受不住她这番推心致富 加着谢苏柔生宽慰 你也吃 她烦得这些人情往来 利益纠缠 都是母亲一一打点 所以说出那些气话就后悔了 自己不能一边享受着轻浮 一边指责着赴汤倒火之人 卫士产业最近在联系外销拓宽渠道 诸事繁忙 李氏也没过多挽留小两口 梳理了不少栏战先前看过的书籍册册子和小玩意儿 折腾了几个香笼搬上马车 说笑着一群人来到山脚下 李氏陡然想到包袱丢落下 急忙折返 叠了两件我亲手做的衣裳外袍 先前丢的流苏刺绣包 娘也给你补上了李氏依依依依依依依不舍地塞进儿子怀中 都熏了你爱的出尘禅香 本来还想再做双鞋子 但我听人说娘做鞋子 孩子越走越远 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蓝湛搂住已经些许两鬓斑白的母亲 轻轻拍着他的背点头 我知道 我知道 儿子怎么会走远 我常常回来 听这话 李氏立马是干泪花 语重心长地拉着蓝湛的手那可不行 会被人笑话的 你安心当你的魏夫人 好好孝敬魏家长辈 听魏英的话 我有你歌 还有好女婿 不用你操心 快走吧 就连一旁的蓝西辰 看见母亲这般变脸速度 也不禁直抖嘴角 是啊 母亲可以常来书信 也可到江音看看我与蓝湛 魏英掺着蓝湛作别 好孩子 你们好好过 等到有好消息 我一定去 借母亲急言 我与湛儿一定不负所望 魏英揽过蓝湛修的直躲的肩膀 笑得坦然 等到看着蓝湛坐上马车 和他们挥手的身影消失后 李氏这才常常舒了一口气 你弟这性格 也不知能不能详得住那魏英 不过 让他看清咱们家的状况也好 起码不会牵连这儿 哎 母亲不必担心 我们越是如此 扎儿才越显珍贵 这男人一旦产生了恋爱 你瞧着吧 说到男女之爱 蓝湿沉一副胸有成竹 转身潇洒地离去 作为卫世大夫人 蓝湛理所应当地参与了管家之事 这人来送往 小到丫鬟力前 大到官商家眷为据 无不让蓝湛头疼无策 就比如今日的胡心亭赏花之事 家眷们各个精心装扮 诗词既已无不精湛 本来就是赏景散心的雅致之事 到头来各个争其斗艳 暗自较量 唯恐落了下风 作为主家 他只能周旋其中 喜怒不显余色 照顾各个颜面 他一点也不喜欢 哪怕这些技能 他游刃有余 却丝毫没有因之而来的喜悦感 万事随心而为 这个心是与人为善的真心 是目无杂尘的进取心 而不是处处压人 一头的虚荣心 权衡利弊的伪心 这日 魏英风尘仆仆地赶回家 还没来得及脱衣熟悉 就瞧见往日这个时辰 早已安息的小夫人 刚泡好脚 准备起身擦拭 我来魏英贤熟地拿过帕子 裹住那双银润饱满的小脚丫 周到地擦着 捏着 舒服吗 夫人 我这按摩的手艺 可是学过老师傅的 蓝湛发现魏无羡这人十分夺眠 外人闻风丧胆 他却能在母亲面前撒娇卖乖 在自己跟温柔似水 毫无架子 泡着自己用过的洗脚水 魏氏的少爷 厨艺 武艺 医术 就连这按摩手艺都能精通 这可不是略知皮毛的脉弄 掌心推暗 指尖揉捏 即缓有序 轻重有度 蓝湛此刻 被捏舒服地忍不住 哼出了声 啊哈 声音有些缠绵翡测 他羞地捂住嘴巴 对上魏英 充满惊喜与期待 脆着火的眸子 堪堪回避 这儿嘛 魏英坏心地加重了一分绵力 缓缓地揉着 蓝湛捂住一出的细碎呻吟声 垂向那一脸坏笑的人 他也不躲 只是将双脚安置在鼓起的那处 往前挪了挪 使得小人的双脚更严实地抵着 踩这儿 他最坏 出身书香世家的蓝湛哪见过 这泼皮无赖样 那脚下的真实感让他动弹不得 真能别过脸露出红的滴血的耳垂 不言语 好了 不逗你了 我去洗漱一番 等我 恩魏英一把抱起沉默不语的小人 信不朝梨花木床走去 在返回时 竟然瞧着那小人仍低溜着双眼朝向自己 他自然不敢舔着脸 认为对方在等自己睡觉 不过丝毫不影响自己的好心情 麻利地掀起被子搂住小人 重重亲了一口有事和我说 蓝湛欲言又止 魏英毫不客气地吃人 被子下的手向浮游逃窜的小猫 柔捏铁士 蓝湛回过神推嗓着 我 想 学至香 不想 留在家中 魏英撑着手臂 看着怀中七零八落的人 不做犹豫 好呀 不想管家就不管 想学至香 就去请师父 你怎么开心怎么来 长辈那边有我 放心一心耕耘播种的魏英 回答完 就迫不及待地再次俯下身来 不是的 魏英拦战推开身上人 巨龙好衣裳 十分认真的说 我不是心血来潮 也不是学个雅趣 我是想成为一名志相师 开一间自己的铺子 我是要挣钱的 哈哈哈哈 好呀 我明日就给你开一间 至于挣钱的事 你知道魏市有多少产业吗 知道每日进账多少吗 你只要学会花钱 学会向我要钱就行了 魏英恋爱的捏着蓝湛的小鼻子 继续道 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挣钱 而是赶紧生个卫士长孙 长辈们天天催 再没个结果 都要怀疑我有问题了 说吧 扑上去 亲个没完 蓝湛觉得委屈 挣扎着逃开男人的亲吻 翻身不言语 魏英算是摸清了蓝湛的脾气 吃软不吃硬 这时候就得顺着他红 立马陪上笑脸 温生软语地磨好好好 一不高兴 就像小孩一样不理人 夫人大度 我错了 恩不要孩子 就咱们俩多好 生个惹是惊 岂不是自找麻烦 好夫人 别生气了 蓝湛被狗皮膏药搬缠得没了脾气 难难到魏英 我打小就喜欢熏香 至香 家里人认为 那不登大雅之堂 早早就断了我的路 可这个念头 在我心里挥之不去 我试着 做一个好儿子 好夫人 好儿媳 可我还想做好我自己 就当我叛逆 蓝湛说到动情处转身 续满泪花的眼眸 真挚又乖巧地询问你能答应我 明日送我去雅香阁学习至香吗 然后借我些钱开铺子 我不想你插手我的事 我想凭借自己的本事圆了梦 你能理解我吗 世人哪知人人艳羡的蓝二公子 始终被困在方寸之地 像是金丝龙里的鸟 这一次 他想自己飞向蓝天 用最笨拙的方法 好似在和人商量 你能打开笼子吗 我很乖很听话 不会跑的 我就是围着院子转一圈就飞回来 你相信我好不好 魏英如耿在喉 轻轻亲吻着小人 滑落眼角的泪花 点头好 注意安全 蓝战天赋高 人也聪慧 很快将至香的工艺 修制 蒸 煮 炮 炒 炙 烘焙 研磨 成形等工序 学得入目三分 连教习先生都夸他青出于蓝 出尘阁 很快便在街市中心挂牌了 魏英帮他挖来了不少至香高手 还有一个手下得力干将薛管士 店内装饰华丽 陈设着现香 塔香 盘香 香丸 香粉 香包 应有尽有 只是这熏香多是女子所为 向来不搬上台面堂而皇之的在街市中心 且除去贡香 多奶汁粉俗物 普通香粉做工粗糙 提取手段粗烈 为了颜色气味喜人 经常掺香料 价钱上十分低廉 蓝湛素不喜扑鼻浓烈的直白香气 他更爱素淡回甘的唇香 因此在植物提取上更精细 甚至尝试利用中药研磨制了一批新样式 这本钱自然高 往来顾客多图个新鲜 呈现观望状 买香的人并不多 这让蓝湛十分苦恼 好在师傅推荐了一位心思活络的至香高手金光瑶 他一直渴望将香的价值挖掘出来 不仅仅是取乐的玩意儿 这一点与蓝湛不谋而合 当即便建议将香品功效制成册子 方便来往之人查阅 每段时间搞个新品促销 用折扣的方式招揽人们尝试 当晚 蓝湛便挖空心思地给新品取名 修订出陈一表明录 此番查阅书刊 品类编排着实耗费心神 蓝湛困得直迷糊 直到闭眼也没等来卫英 九四的一个副管师反水 偷了卫士招牌之一 雪顶寒美酒的配方 高价卖给了对手高氏 待到东窗事发 这酒早已被高氏传遍了酒界 联合其他铺子压酒价 打压卫士 失去一大优势 无疑让卫英忙得焦头烂额 但真正让他寒心的是 这叛变者正是自己亲手提拔 有意栽培之人 都说人心不足 但凡他有点耐心不出差错 不出两年 管是之位非他莫属 可建立妄议之人 怎能奢望他之恩图报 心腹如此 自认倒霉 醉熏熏地回到家时 已经后半夜了 室内还亮着微弱的烛光 卫英心中溢暖 推门而入时 就瞧见床沿边歪躺着的小夫人 书籍散落一地 他宠溺地叹口气 弯腰拾取 刚捡起一本 轻飘飘的信件 便顺势从书本缝隙里 滑落到地上 停在了卫英的脚下 他心中隐隐不安 拾取来打亮着无眉头的信件 一股若有四无的清香萦绕 打开 指一瞬 温柔的眼眸 立刻化为冰霜般冷漠 犀利的目光 扫向那熟睡得浑然不觉的人 魏英举起手中的书 停滞在空中 闪过千万个起伏的情绪 最终 松开了手 书本直直落在了蓝湛身上 啊 一瞬间 睡梦中的人被惊醒起身 茫然地看着紧盯着自己的男人 被他阴沉的情绪 吓得不知所措 你回 来了 男人并不接话 只是摊开信封左右 瞧着 喜怒无常 安静的室内 稀疏地只生异常刺耳 我是个粗人 不懂你们文化人的风雅 你给我解释解释这句话什么意思 信封落在蓝湛眼前 那是当初娘亲禁止二人来往 被拘于家中 唐三写于自己的 从别后 一相逢 几回魂梦与君童 今宵圣百银刚照 长岁相伴踏东风 我不知道这封信放在这本书里 我只是随意翻翻蓝湛急忙解释 他向来坦荡 更不喜欢被人误解 男人看他的寒凉眼神 让他心慌 我只是好奇什么意思 什么梦中相伴 和谁啊 说说 我真的只是想查些资料 定相明 你何苦要这样不依不饶 既然不重要 干脆别留了 你说呢 魏英压住内心的火气 将信件撕个痛快 凌乱的纸屑飘洒一地 蓝湛欲要阻止 却怕激怒魏英 愣愣地呆立着 委屈得酸了眼 还不过瘾 魏英干脆转身打开衣橱 翻开蓝湛的物件就搜寻 既然都不重要 索性统统烧个干净 不要金个儿无意出现一件 明个儿无心冒出一堆 搞得大家都不痛快 你说呢 魏夫人 看着自己的东西 被翻箱倒柜地查询 蓝湛只觉得又欺又急 上前阻拦不要 你这么宝贝这个风铃 也是他送的吧 蓝湛我对你掏心掏肺 你便如此回报的 做人不能太得寸进尺 我得寸进尺 咱们俩如何成得亲你心知肚明 我的过去你也是知道的 这大半年我何曾对你不起 是啊 我强迫你嫁给我 我便活该得不到你的爱 好得很 既然不谈情说爱了 干脆你就尽一尽夫妻义务 我重金买来的夫人 滋味最是销魂 这样的好东西 你那初恋情人 可是得不到呢 啪 蓝湛不可置信地甩了他一耳光 这样的乌言会语 他听得身心发凉 颤抖地双手缓缓落下 你混蛋 这一耳光打得他清醒几分 放下钳制着蓝湛臂膀的双手 失魂落魄地离开 花若被主子间的争执吓坏了 立即去通知老太太 不多时 魏母火急火燎地赶来 怎么了 大半夜不睡觉 闹什么闹 魏英从偏房迎来 笑着应付 没事 我喝酒应酬回来晚了 这儿担心我 说了两嘴 魏母半信半疑地打探眼角通红 低头不语地蓝湛 奚落魏英 你呀 自家人为你担惊受怕 你不体谅还敢还嘴 臭小子 魏母高抬轻放 无关痛痒地拍着儿子几倍 一边吏翅花若 爷们在外奔波一日 连个醒酒汤都喝不到吗 下人是怎么伺候的 这儿 娘也要说你几句 这点子小事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 谁愿意往肚子里灌一晚上凉酒 这身不由己 你得体谅 她喝多了混言混语 不要当真 啊 嗯 行了 我走了 这儿快回吧 穿得这样单薄 要是受寒了 可就麻烦了 别送了 送走魏母 两人静坐在前厅 无声 魏英胡一把脸 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你去里间睡吧 我在这就好 不敢 我是你重金买来的 怎能登堂入室 哎 去吧 你身子骨弱 当心病了 一番折腾 二人无言相顾 各自歇息 魏无羡歪倒在卧榻旁 睡个七七八八 第二日醒来 刚舒展酸胀的脖梗 准备起身洗漱 就听见花若火急火燎的跑来 银 夫人发烧了 浑身滚烫 直犯恶心 魏无羡浑的脑袋立马成名 急不离开 立声道 请大夫了吗 平日里是怎么伺候的 花若吓得立马跪地 姚大夫已经赶来了 奴婢左个儿还和主子是香 晚上 想到此 他立马晋升 沉沉地扶下身子 奴婢该死 一番问枕 公子皮须 最近疲累了些 昨夜神伤 风寒趁虚入体 现如今紧要的是退烧 忌口 万不可操劳忧思 有劳姚大夫了 等到蓝湛体正如常 魏无限制才放下心来 轻声细语 可好受些 要不要喝些白粥 刚伸出安抚的手 再瞧见小人别过的脸庞 堪堪停住了 昨夜是我的不对 一时情绪上来做了混账时 害得你遭受这份罪 对不住 蓝湛依旧背着他 样样无言 出神地凝然着双眼 你不想见我 也不该拿自己的身子撒气 一肚子要受不住的 吃点东西 嗯 你吃一口我就走 花若端来煮的温热软烂的 粒米白粥 魏无限自觉退开 看着他小吃吞咽着 这才安心离去 二人别扭了几日 此间魏无限是殷勤更甚 除去忙碌而不相见的白日 晚间但凡碰面 那是亲亲宝贝地喊的琴 新鲜玩意 名贵珍品 统统拿出献宝 蓝湛心软脾气倔 早被他磨得 只剩一层软壳子了 这日 魏无限桥见夫人 正和下人商定木西香 沉香融蒸鹅梨 提炼鹅梨香的配比火候 本想在草木香中融入果香 只是这味道始终有些浓郁 简单说就是香味不透 不回甘 没有任何的记忆点 其实 这样的荷香技术 也是蓝湛的一个事项 遇到瓶颈也在意料之内 他并不气馁 身着一袭白色防尘衣 穿梭在耳房的一间小作坊里 忙得兴致勃勃 扎得紧紧的围裙 将细腰勒出 放在魏无限眼里 别有一番韵味 他对着帮忙的小思义挥手 直走了下人 轻轻悄悄地挪一道小人身后 半环抱着他忙活不停的手臂 累不累 蓝湛被他严密地堵在与炮制器具之间 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只能别扭地维持着 还好 你回来了 还是有些杂味儿吗 我在想 有没有可能 不是配比出了问题 而是争主的器具不对呢 魏无限献宝似的 从怀中掏出一件银器 早前饮穿游玩时 就发现几位商友 利用银具烹煮 以保持茶叶的清线 金格尔我灵光一闪 要不咱们试试 蓝湛看着他手忙脚乱地收拾原料 笑着结果 我来吧 二人倒过了一个时辰 掺杂了一点蜂蜜 使得他更粘稠凝聚些 居然争吵出了一捧鹅梨香 蓝湛欣喜若狂 细嗅着 好神奇 心香纯净 如雨后脆竹 但更甘甜些 我试试能保持多久说完 他迫不及待地在驳梗处擦拭 心满意足地回过神 对上魏无羡笑意 盈盈凝视自己的眸子 一时间有些休暖魏英 谢谢你 临睡前 魏无羡总觉得方寸的床围内 鹅梨香在若有肆无地撩拨着自己 这几日不敢造次 着实有些响了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 一手拦起小人的臂膀 挨着脑袋袖着 一只手摸索着手臂来回 蓝湛戏声弥喃 魏英 你睡吧 我就是觉得这香粉太好闻了 可是那指尖匍匐到膝盖处 向上向里滑去 嗯 被稳住了双唇眼前一黑 身上更重了 好香呀 夫人 好香 第二日 魏无羡心满意足地拉起 疲倦至极熟睡中的蓝湛兴奋 宝贝 以我多年从商的经验 这香要想大爆 还得取一个耳目一新的名字 嗯 蓝湛含糊地微微睁开眼 硬着 就叫额离杖中香 有情趣有噱头 我太棒了 这儿 今后咱们日日焚香 呜呜蓝湛捂住 他那越说越离谱的嘴巴 我要睡了 不许讲话 两人和好如初 魏无羡对这样平淡又充实的日子是十分满意的 这爱的徐徐途之 只要蓝湛不拒绝自己 只要他不背叛自己 这心儿早晚回到自己身边 转眼到了中秋 魏家传统是要小辈一起和家团圆的 魏无羡携蓝湛早早来到庆安院请安 帮衬 魏无忧带着儿子小宝进门 把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 催着一旁的魏英你们两口怎么样 魏无羡装傻 哈 很好呀 您不瞧见了吗 这儿的出尘阁 扮得有声有色 我就更不用说了 我说的是这回事吗 魏母颠了颠怀中的小胖子称怪 哦 我们俩好着呢 放心吧 趁今日你姐也在 吃完饭去医馆枕一枕 缺啥补一补 百利无一害 行 我去跟这儿说一说 魏无羡放下手中的瓜果 左右是推不掉 正好趁机给媳妇补身子也好 来到里间 蓝湛正和姐姐谈笑风生 她正尝试药理入乡 魏无忧与她说了不少制药的趣事 聊什么呢 弟弟 你这夫人娶得好 我可真喜欢 这好呀 多个人疼爱这儿 我巴不得呢 行了 你们聊 我去看看小宝 房间内剩下二人 魏无羡亲热地拉过蓝湛的手暖 这儿 吃完饭 咱们去烫衣馆 枕一枕 卫士的调养之法 可是声名远扬 咱们进水楼台去看看 蓝湛抽出双手 一脸抵触 我又没病 我不去 该有的时候 不就有了吗 乖 老人们无非想个儿孙绕西 我成婚晚 他们着急些也不难理解 就半个时辰 全当调养身子了 男人搂着人又哄着 摸索着手臂宽慰咱俩都去 这是得咱俩都努力 蓝湛依旧倔强地推开身 烦躁地来回转了一圈 腹又深吸 一口气直言未应 我怕你生气 一直没告诉你 成婚前 我就服了长孝避孕完 起初我是不想这么早要孩子 之后出尘阁有了起色更忙了 也没时间要孩子 瞒着你是我不对 我看你是不想给我生吧 魏无羡立声打断 一把扯过蓝湛 捏着他纤细的手臂 就往外拖现在 立刻去给我把药解了 已是对我的忠贞 放开 你放开我 蓝湛眸足了劲 甩开被前置的手 一道红横火辣辣的疼 他委屈地生泪俱下 不生孩子和忠贞有什么联系 我才十八 书都没念完 就嫁给了你 你们所有人想要什么 都要来逼我 有谁在意我想要什么了 我又没说永远不要 晚几年怎么了 晚几年就是不行 魏母站在房门前 一脸震怒 魏英 马上带着蓝湛去医馆 借他若不去 我就没这个媳妇 娘 你若再护着他 也不用给我当儿子了 全当我白养了 魏母一想到儿子软骨头的模样 恨铁不成钢 气得直拍桌子 眼眶红了一圈 魏医馆祝孕的法子不在少数 这解药的秘方自然不在话下 经验颇丰的老者窃脉后 对着魏无限关切的神情微微汗手 少主不必忧心 夫人服的计量少 时间也短 带子和车粉要于一周后 安然无恙 有劳 只是我官夫人迈向有些欲解 少主若真想早报林儿 母体保持身心愉悦 才是头等事 要虽能辅助 但孩子往往看机缘 蓝湛默的 听着愈发飘忽的声音 魏无限从头履顺蓝湛的乌发 搓着发烧也不搭话 两相沉默 凝滞的气氛 使得医者心里直打鼓 连忙致歉 老身多嘴了 连续几日 魏无限嫌少回来吃饭 就连安息两人也安安分分 几乎每次睁眼 蓝湛就发觉 身边早已冰凉 也好 免得二人面面相去 徒增尴尬 午间 蓝湛每每泡着苦欲的药汤 就感觉下腹坠坠的 十分保障 每回结束后 就是晕乎乎的 十分无力 她有时感觉自己 就要虚脱 或者彻底解脱了 可那边 魏母差人 日日不落地送来红身 枸杞 就连样式惹人的糕点 都有恶交 陶人的踪影 仿若皇家的刺食 每次一样 不流话 不表态 蓝湛一阵苦笑 这是明晃晃地鞭策 她安守本分 早日碎了她的愿 对这个婆母 她有着本能的敬畏 蓝湛不甘心也不吭声 只是固执地将他们放置一旁 避得远远的 幼稚地做着些无关疼痒的反抗 固守着她那小的可怜的自尊心 只要孩子吗 自己嫁来 只是给魏家长孙 一个母亲的身份吗 那他们倒是抬举她了 自己何德何能呀 蓝湛又觉得自己矫情 如果当初魏无限在契约上明确要孩子这一条 她会拒绝吗 既然为了蓝家为了那人将自己卖了 干脆就彻底一些 如今还在别扭什么呢 这日 打发走丫鬟 蓝湛索性清水泡身 等时趁差不多静身 再将药粉撒进浴桶中 正弯着腰搅浑时 身后突然响起阴沉的嗓音 又背着我耍这些小聪明 蓝湛吓得一哆嗦 惊异地转身 滴水的乌发欲贴在白净的脸庞 简单披着的外袍 早已松松垮垮地站湿了你 我 蓝湛又羞又委屈 瞬间酸了鼻子 明明是他们害得他这么难受 怎么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指责自己 他又没有伤天害理 头一次就被发现了 真是倒霉透了 思绪翻腾 心中酸涩 小人竟然直接大哭呜呜 魏无羡被弄得措手不及 焦急地擦拭着 他如断线低落的滚烫泪珠 对不起 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只是不喜欢你欺骗我 并没有埋怨你宝贝 别哭了 只要你不过分 是你太过分了 你全家都太过分了 蓝湛被这句话惹得瞬间爆发 挣扎着 锤打着男人环抱自己的胸膛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是你答应我 帮我 实现 呜呜是你当初说会幸福 呜呜是你母亲 我讨厌 那些东西 都怪 你年纪大 呜呜 你只想要一个 孩子 呜骗子 呜呜 不是的 不是的魏无羡索性直接吻住了他喋喋不休的小嘴 酸酸的泪水味道勾得魏无羡心中绵软的不行 回想起今早母亲的话语 那蓝湛在我面前温顺的像个猫 认谁说他也是个谦谦公子 怎么对着你就是要做自己 就委屈上了 我那日要不是亲耳听见 真不敢相信我儿平日里竟是这般做小福低 为娘看不得自己的骨肉为着外人怨对亲娘扎母亲的心窝 我当真有那么一瞬后悔应了这门亲事 罢了 三年之约我应了 但我的所作所为你也不许插手 你走吧 可是这份特书 魏无羡在岳母家里看到过 可以说这个小家伙就是个窝里横 也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记住了魏无羡多少言行 这几日的伤心恐怕也不仅仅是因为孩子 放开被瞬息的红肿的嘴唇乖宝 因为爱你所以想和你有个孩子 如果你能如此这般的爱我 就算这辈子没有孩子 我也无憾 嗯 蓝湛哭红的鼻子发出浓重的鼻音 玄机摇头靠着甜言蜜语 你这几天就是因为这事不理我 哈哈 倒也不傻 你放心 早晚你得给我生一堆宝宝 魏无羡意把抱起小人 吩咐下人 重新换上一桶药玉 不要 不要 好难受的 我不要泡 我陪着你 你呀一点也不知道爱惜自己 你可知道 这要不能百分百避孕 如果真怀孕了 生下的孩子有可能是畸形 如果不解干净 这不是轻易能怀上的 多少人因为服用避孕完而导致不孕了 蓝湛听得一愣 说不出话 他倒不是这么排斥要宝宝 恍惚间 魏无羡早已脱了一扇 赤身重新抱着他沉入水桶里 蟹被陆续抽出玉桶湿答答的灵星的散落着 容纳二人的空间不大 紧贴着的身躯安静地依偎着 魏无羡完全充当了他的人肉垫子 难受吗 恩亨蓝湛舒坦地发出拐音 比前几次好多了 魏无羡闷笑 缠着他的手稳在唇间 也不知道这要我泡了可有副作用 热热的 对了 母亲答应我这三年绝不催我们 你安心至乡 不吃不补 我们顺其自然 哪怕真有好消息 我也全力支持你 要是你还不放心 要不避孕碗我吃吧 蓝湛被他苦涩的表情逗得不行 哈哈 坏笑 好呀 好呀 你是一点也不心疼我 还幸灾乐祸 看我不收拾你 别抓了 好痒 哈哈 要汤被欢腾的二人弄洒一地 和煦的微风吹拂着 清安苑来了一位新客 怀锦见过魏老夫人 谢老夫人多年的资助和抬爱 起来吧 好 好 知蓝玉树 怀锦若鱼 不枉我多年栽培 这薛怀锦乃 为老夫人娘家邻居薛才主的独子牢 五岁时 父母遇难 锦断庄子被亲戚蚕食 好好的少爷寄人篱下 连薛堂也无端禁止 直到十岁那年 被访亲的魏老夫人恋爱 五百两买来 亲如一子 传授医学 老夫人是打算给戴姨儿纳妾 只怕 当初也是相看过的 方若轻捏着老太太的肩膀 瞧着薛怀锦远去的背影嘀咕 为老夫人眯着眼 舒坦地硬达哼 那蓝湛心思不在我儿身上 谁能一直热脸贴冷屁股 怀锦就像一杯温茶 长期触着 总有一瞬暖到夏儿心里 男人吗 至于纳妾 魏老夫人缓缓睁开双眼 脑海里浮现一张柔媚的面庞 狠狠地捏紧手中的帕子 我魏家只有唤气 可没纳妾一说 敲打敲打那孩子也好 哎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两日后 魏家家宴 魏无羡携带蓝湛乐呵呵地给父母请安 这段时间让二老操心了 蓝湛特地寻了玉玛安神炉来 孝敬你们 瞧瞧 可是好东西 燃香后 马匹如腾云驾雾 可神气了展开南木匣子 一对杜大西致镂空 动体白玉的骏马显现 色泽银润 走马之姿矫健有神 栩栩如生 魏负责则称赞 爱不释手 蓝湛丽在一旁 瞧见魏母神情淡淡 悄无声息的模样 紧张地捏紧双手 魏无羡探出温暖宽厚的手掌 包裹住冰凉纤细的双手 继续道 爹 您可是沾了母亲的光 这儿听说 娘最近心烦气躁 食欲不振 特地根据母亲喜好和症状调的安神香 昨晚睡前还忙活呢 知此一价 别处买都买不到 魏父心中了然 故作可惜果然孩子都是娘的贴心小棉袄 老婆子 我可真羡慕你啊 这伸手不打笑脸人 就算再有怨气到这个份上 再和小辈计较 就是她的不明事理了 那是我平日里比你更疼他们 这儿有心了为母满意地收下 蓝湛急忙解释 爹 您的礼品度金小作中还在感知中 名个儿就能到 魏父听过开怀大笑 好孩子 父亲倒不好意思了 几人落座 魏母招呼无忧没来 站而坐我身边来 魏无羡眼疾手快的 也紧随其后 笑意盈盈 最近怀锦给我研制了不少桂花头油 效果其好 与你的乌发更配 方若哪些来 顺便把怀锦请来 小丝们陆续摆了几样茶果 额掌 压信 十分别致 无羡 你可有段时间没见到怀锦了 小时候你就爱带着他玩 什么爬树掏鸟蛋逮鱼 他因为你的牵连 挨了不少打 哈哈 他性子沉闷 不爱辩解 确实吃了不少安亏 蓝湛一头雾水 望着魏无羡 男人耐心地跟他解释 这时 薛怀锦也来了 怀锦坐我身边 我这次身体抱养 多亏了你来到家中食客调养 老夫人言重了 要不是当初您的搭救 怀锦哪有在您身边伺候的福气 你这孩子就是做得多说得少 小时候也一样 给无羡背了不少黑锅 从不吭声 当初相看无羡没同意 你就跪在我面前 求我成全他 我的好孩子 谁能成全你 魏母拉过怀锦的手摸索 说着说着 潸然泪下 薛怀锦笑着摇头老夫人 如今献哥哥幸福美满 可见怀锦当初所求无措 您不必为我担心 我如今一身真本领 能治病救人 活出了自己的价值 我很幸福 要不然我总是舍不得你呢 老头子 当初我就遗憾 没有一个像怀锦一样 暖心窝的牢 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却也暗暗提点了蓝湛 魏老爷清敏着茶水 谁说没有 这儿就不错 蓝湛被突然点名 张黄抬头 魏无羡揽过小人的肩膀 冲未覆默契的眨眼父亲说的事 魏母默不作声 端过一股碗碟 放置在两人桌前 这儿 尝尝这酸笋鸡皮辣汤 无羡最爱喝着 谢谢母亲 魏母汗手看着她 小口吹着汤匙 一脸吃糠燕菜的难耐表情 意味深长地说 看来你们小两口是吃不到一起去 这话不假 蓝湛口味清淡 稍微是甜 最爱丰露茶 而魏无羡无辣不欢 无肉不畅 久入肝肠 才觉自己自意畅快 能过到一起就行 而且 儿子最近也改了不少重口味 饮食健康不少 魏无羡成了一碗育人露递给魏母 母亲最爱这个 儿子记着呢 魏母欣慰结果 忍不住 两人过 不是总要一人迁就一人 要互敬互爱 互相体谅 母亲教训的是魏无羡举起酒杯 怀紧 我敬你 谢谢你对母亲的照顾 还有 成全 献哥哥言中了薛怀锦对尹示意微笑 蓝湛瞧着魏无羡脸上 同样如沐春风的善意微笑回应 心里莫名地烦躁 闷头吃着争谢 眼角处就瞥见魏英又成了一碗育人露 刚想伸手去接 男人端着碗的手臂 就在眼前伸向别处 蓝湛眼巴巴地顺着那方向看去怀锦 我记得你也爱喝 多吃点 蓝湛瞧着魏无羡脸上同样如沐春风的善意微笑回应 心里莫名地烦躁 闷头吃着争谢 眼角处就瞥见魏英又成了一碗育人露 刚想伸手去接 男人端着碗的手臂就在眼前伸向别处 蓝湛眼巴巴地顺着那方向看去怀锦 我记得你也爱喝 多吃点 薛怀锦连忙起身承接献哥哥不必麻烦 魏府就像我第二个家 我不会客气的 那股烦躁转换成更酸涩的东西 堵在心口 魏无羡接着给魏父和吴恒各自盛了一碗 最后才盛满了一碗底子 放到蓝湛手边 压低嗓音 尝尝 这杯更浓稠香甜 蓝湛也不吱声 气鼓鼓地戳着螃蟹付匪 我要的时候你不给 我也不稀罕 嫂嫂 那螃蟹和你有仇吗 魏无恒十分不解地看着 已经被糟蹋得面目全非的蟹肉 自顾自加了一整个 蒸得通红热气腾腾的螃蟹 津津有味地吃起 我来吧 魏无羡只当蓝湛不喜欢吃 加过蓝湛手下的螃蟹 将剩下的蟹肉 剔出细嚼起来 薛怀紧尽收眼底 不动声色的结果 无痕地底 好吃吗 嗯嗯 蟹黄满满 口感鲜香 确实不错 似乎有古酒的清香 这儿尝尝这个魏无羡 重新加取了一块硕大的螃蟹 包了壳肉 挑剪一番 将满黄的蟹身 堆在蓝湛的碗碟前 扑鼻的鲜香 又的蓝湛食欲大增 默默细品着 献哥哥的品鉴 一如既往的高超 我是用料酒蒸煮的 其实最正宗的吃饭 是拿着蟹壳带肉 蘸着桂花酿 像这样 薛怀紧大咧咧地扯拽蟹腿 细嫩的肉质弹出 对着酒杯里的桂花酿一转 滴着酒的螃蟹肉 瞬间在嘴巴里爆发它的香辣清香 其他人觉得有趣 纷纷跟着尝试 蓝湛自打听出 这桌菜里唯一最爱的蒸螃蟹 居然是那人做的 立马食不下咽 他不明白自己对薛怀锦的排斥 是因何而起 在抬头望向那人 薛怀锦大大方方地冲蓝湛点头微笑 起身针下酒 扫扫尝尝 未应拦住 他不能喝酒 给我吧 蓝湛瞅见他们浓情蜜意地对答就烦躁 抢过魏无羡拿走的酒杯 我试试 蟹肉的滋味 他倒是没尝出什么所以然 但酒的辛辣 却呛得他差点流泪 心里的郁杰 却意外地通畅了 原来古人所言举杯消愁不无道理 蓝湛一杯接着一杯 怪 别喝了 醉了难受 魏无羡拦不住他耍赖般的抢酒 魏母欲言又止 起身离席 其他人陆续离开 蓝湛是被魏无羡抱着回桃花院 抱着的连同蓝湛紧握的酒壶 嗯嗯 你放开 蓝湛站不稳 却禁止男人触碰 可难受 花若去煮碗醒酒汤 魏无羡胡开蓝湛纷乱脸旁的长发 那小人听到酒字 兴奋地抓着男人的衣领 啪瓷器酒壶被松开的双手 砸个稀碎 蓝湛浑然不觉左摇右晃酒 喝酒 小心 踩到魏无羡索性抱起不省人事的小人 走向梨花木床 嗯 你是谁 不许接我的衣服蓝湛一跃而起 攥住衣领 神秘地抵住嘴巴 嘘 她来了 她要生气了 魏无羡哭笑不得 扶正东倒西歪的身子问 谁来了 是 是 哇哦 魏英梅等来心心念念的名字 等来了吐了一身的结果 醉魁祸首却无辜地躺倒在床上 睡了起来 脱衣 洗漱 换纸 一番忙碌后 魏英抱着睡衣包裹的小人 温柔地为其擦拭潮呼呼的发尾 迷迷呼呼睡醒的蓝湛 瞧见昏黄灯光下 男人专注温柔的面庞 缓缓伸出手指摸索 男人像被施了魔法一般 一动不动 那指尖从锋利的眉眼 到英挺的鼻尖 到软软的嘴唇 再到分明的下巴 突兀的喉结 再往下 魏无羡一把抓住作乱的手臂 伸直扣压在绵软的背褥上 整个上身欺压过来 醒了吗 蓝湛并没有正面回答 温顺地指示着 那双深邃的桃花眼 傻笑你好英俊呀 我是谁 魏英 可还醉着 哪有 蓝湛摇着脑袋 不自觉上扬软弱的音调 似是撒娇 似是在魏无羡的喉咙处挠痒痒 男人瞬间咬住 那饱满的嘟囔着的嘴唇 瞧见蓝湛携带小丝从马车下来 金光瑶连忙从出城阁迎接 细笑 我当你不来了呢 好大的店铺主子 愣是连几日不沾地 这买卖做的也是清闲 蓝湛接过他搀扶的手 丝毫不生气 这几日家中猪是繁忙 有薛管事还有你 谁敢耍滑偷懒 辛苦你了 两人说笑着来到厅堂 大清早还没正式营业 店里的伙计正在归整香品 薛管事也在忙着对账本 做早训 与蓝湛微微点头招呼 一切都有条不紊 环事一周 他敏锐地发觉 接待人桃红的位子 换了个面生的小伙计 听着别人传唤阿清 桃红也告假了 蓝湛略带疑惑 哪里 他钱个儿就请辞了 怪哉 咱们一向后代下属 成了婚 怎能如从前那般抛头露面 哼 咱们江音的男人 哪个不是脾气比本事大 一家人围着伺候 瞧着蓝湛惊讶的愣神 金光摇转笑着打趣 你这个已婚夫郎 不也是说不来就不来了 这心里装着家 装着夫君 自然没有我这个单身人士 来去自如 哈哈 瞎胡说 蓝湛被他盯得又羞又骚 称怪一句 转身拿起销售 不计翻阅起来 眼珠子低溜转 心里早就乱成麻了 左个儿喝酒不知怎么的 就和卫英滚到一起 破碎的记忆 拼凑出许多血脉喷张的画面 而且还是自己主动缠绕 倒也不是他如今矫情都成婚了 这是再正常不过 要怪就怪卫英的技术态 要不他们身体上的契合 怎会远远超越感情上的亲密 这也是蓝湛觉得别扭的原因 他不认为自己会如此快地变心 爱上卫英 但在行为处 却也实实在在地依赖于他 本打算就这么相敬如宾 献计式地 做个合格的卫夫人 可当卫英身边出现一个相当的人 自己为什么会那么在意 就像今早起来 面对身侧空空如也的凉背 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失落感 思来想去 步子快被翻完了 最终结论是 卫母如此满意薛怀锦 她这个卫夫人做得不踏实 不合格 就像与别人家的孩子 比较失落了下风 一定是这种攀比心作祟 蓝湛再一次提醒自己 要克服天性 不要失了风度 至于 为什么一定要做卫夫人 她来不及 或者下意识不去想 看得满意吧 嘿嘿 咱们这期新品额离账中 香火爆得很 连那天香楼的花魁石小小 也再来购买呢 是吗 这销量当真吓人 看着账本中的二千单出入 蓝湛心中涌现 难以言说的满足感 笑问我先前不过随口提了一嘴 有寻香十里 山林穷回 这些个雅明宫你选定 没想到金公子也是个俗人 金光摇摆摆手 我只承认你对我的夸赞 但雅俗共赏 向来不分家 都是世人的偏见 再说 树枝高格的玩些高深的名称 只会让他们敬而远之 事实上 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先打响咱们出尘格的名号 再说 可不能让你投的银两不听响 二人谈笑风声 买客们陆续进来 蓝湛刚打算撩开帘子 反往至乡房间 查看新方雪中春信的感知 就被金光摇摆了我说你 怎么比我还吃 见买主就跑 专爱闷在炉子旁配料 谁是老板呀 拽到一旁 低声贴着蓝湛的耳旁嘀咕 我听说最近天香楼举办花魁大赛 咱们瞧瞧去 啊 不好吧 我手头的事得有人看着 你自个儿去吧 一向循规蹈矩的蓝湛吓了一跳 推拖着再次遇要走 金光摇急忙说 你以为我去看热闹吗 天香楼能参与花魁选拔的人 可都是集中将因各大酒楼里的娇娇者 同时也是行走的宣传单 你想想 那是万人空巷的场景啊 咱们给他们免费资助香品 香囊 香膳之类的物件 紧着他们挑 一旦出彩了 再或者今年的花魁用了咱们的香品 哼哼金光摇响着都不禁咧开了嘴 我都准备好乔装的衣衫了 你这身太显说二身份 咱们谎称才买去 想想都刺激 白日的天香楼公筹交错少 吃茶听书听取多 一楼宽阔的场地中央台子已经被花团紧簇的饰品装扮了 还在吊顶 换屏风 富人们规矩招待客人 远没有蓝湛想得不堪 你不懂 这月黑风高夜 浓情蜜意时 青天白日明镜们几多谢系了 这会子忙碌得多是平日生意惨淡的 金光摇心领神会地 瞧着蓝湛打亮的神态解释 待智慧老板来意后 收到了极大程度的欢迎招待 二人留了不少真品玩意 便辞行 按理说 咱们该去拜访拜访 这位去年花魁师 小小 要不是他的带动 咱们也卖不了这么多单 我也想不到这个绝妙的法子 你没见过他 怎知他用了额离杖中香 嗨 都是那些买客讲的 说什么 学着他抓住男人的心 都不过是东施孝平 我听说 当初为了他抛弃弃子的不在少数 连官府之县 也败倒在他十六群下 旁人求不来的福气 他丝毫不在意 今年二十有六了 也不愿选定 都盛传他 早已有了规中课 却也是猜测 不过 二人说着悄悄话 早已走到了人来人往的街市中心 蓝湛远 瞧着前方 走入卫视绸缎的身影 颇向薛怀锦 立即停住了脚步私寸 金光瑶 只当他来了兴致 越发神秘地说 三年前 一位心急鲁莽的地方官 欲轻薄于他 结果推嗓中喝醉的男人失足跌落 摔傻了 当所有人都以为那诗小小必死无遗时 魏无限居然出手 保他安然脱身 嘖嘖嘖 他完全可以悄悄解决 这样明目张胆地给诗小小撑腰 只能说 那规中刻就是魏无限 蓝湛不可思议地皱着眉头 谁 金光瑶指着卫视绸缎辉煌的门面呢 也就只有你不知道 江音的大财主 这间就是他名下铺子之一 如果那诗小小运气好 真做了卫视妾 多年等待也值了 一时间 蓝湛五味杂陈 泛起的酸涩液有愤怒 有怀疑 有感伤 唯独没有长舒一口气的释然 刚巧 薛怀锦交代完诸事 被店铺老板送出门 刚跨出门槛 看见穿着古怪的蓝湛 正一脸拧巴地望向这边 立即招手 扫扫 好巧 恩蓝湛立即恢复如常 不冷不淡地硬着 这位是你的朋友吧 你好 薛怀锦他礼貌周到地问候 金光瑶也笑脸相迎 算是回应 对了 扫扫中午可有时间 我打算约线哥哥中午 在月来客栈洽谈一番绸缎铺盘馆的事 一起去 要是以往 他才不愿意沾染魏英生一场的事 只想独身事外 然而 好呀 我先回出城阁忙 午时 我准时到 蓝湛笑得灿烂 用从没有过的理 回去的路上 金光瑶再傻也听出了蛛丝马迹 看着蓝湛急不如风的背影和沉默不语的冷脸 颤巍巍地说我只有一个问题 那些哥哥 是不是 魏无羡 蓝湛没有否认 只是转身瞅着金光瑶 半晌 你没听说过魏无羡成婚了 他当初锣鼓喧天地搅和了半个月 如今看来 丝毫不阻碍他 左红颜右知己的桃花开啊 说的人是有些咬牙切齿 听的人也是连连后悔 怎么就多嘴了呢 嘿嘿 我 我胡说的 你也知我刚来不久吗 我问你 魏无羡还有什么风流运势 嗯 你饶了我吧 我一个外人 多说多错 是小小你总该知道吧 月来客栈本就是魏市的招牌天字号产业 建在街市站一旁 格调雅境 就连菜品也是一绝 往来的商人 史臣 官员 络绎不绝 魏英吩咐逢尘辈 马车前往出城阁接了蓝战来 自己则先一步入了客栈的棚来 包肩会见薛怀锦 刚聊起帘子 就瞧见那人笑着喜敬碗蝶 沏了一杯秋露茶承上 献哥哥 怎不见嫂嫂 我当你俩定要携手赴约呢 他不喜我出入香铺 敏一口 清爽宜人 傅又低头浅笑 倔得很 这边 蓝战一身蓝袍 利落得竖起乌发 小脸唇红面润 惹得人纷纷侧目 刚跨入客栈 就被那酒后多时的蓝戏辰拦住 颇有些焦急 我的弟弟啊 你怎么才来 我打听了 和魏无羡一间房的那个人 长得面若观欲 举止不凡 二人那是相谈甚欢 浓情笑意 哎 别走呀 左转二楼蓬莱间 蓝戏辰在身后 吆喝着远去的身影 刚才被金光瑶装扮了一番才出门 这场鸿门宴 激发了他莫名的胜负欲 本来想不能失了风度 而听到哥哥添油加醋的这番坠述后 心中的火苗藤的一下燃了起来 气嘟嘟地推门而入 只见 薛怀锦一脸盛情地为魏无羡侦侦查老夫人托我管理魏氏丝绸铺子 我本家虽也是此营生 那也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罢了 只怕毫无经验 埋误了魏氏的生意 见魏无羡不语 顺着他侧脸转去 那人早已停立门前 对上自己的目光 越发犀利起来 薛怀锦明显感受到敌意 却忽略过玛丽起身迎去 扫扫来得刚好 这菜品以上 茶水也漆得刚好 落座吧 蓝湛点头寒暄 倒也不客气 落座在魏英身侧 男人立马向绞丝草缠上来 握着他的细腰就专注盯着自己 绣着夫人的雪中春信成了 今日怎么如此不同 蓝湛富匪真是狗鼻子 不过换个香 蜡月没上雪 烹煮出的淡淡寒香 他也能辨别 那人搅着自己过肩的发树尾肩 接着夸赞 今日格外爽艳 明媚 男人的嘴巴 总是像抹了蜜一般 情话碍语张口就来 此刻那个专注的眼神 也在迷惑着自己 可谁知道 这话说了几遍 说与多少人听 明明上一秒 还在与薛怀锦谈笑风生 想到这 他躲闪般端起秋露茶 恩了一声 不知是对茶水的肯定 还是对魏英的回答 魏无羡茶不可微地轻叹一口气 接着对着薛怀锦言语 你不必担忧 母亲有自己的考量 抢你的买赠 法子反馈就很不错 而且 现如今 铺子收益稳定 更何况没有你 这个担子就要落在这儿身上 我该谢谢你 现哥哥也说了 一家人没那么多计较 别谢来谢去了 咱们不妨合作共赢 薛怀锦爽利一饮而尽 这个金蝉酥可是一绝 你常常魏英看顾着一旁默默的栏战 以为小家伙为着昨晚的事和自己闹别扭 说到野味 现哥哥可还记得 小时候你带着我和吴恒 还有一帮孩子逮蚂蚱 烤着吃 躲着大人吃得不亦乐乎 那个才美味啊 嘿嘿 吴恒太小了 当天就闹肚子 爹娘可把我一顿好揍 蓝战思绪翻腾 人家又是比肩并战 又是同甘共义 自己倒成了格格不入的人 真难吃 什么嘛 好好的馋 好好地骂炸 为什么要炸了 烤了 三人的饭桌 成了两人的相续场 蓝战顶着头皮 听着他们说笑 好像个笑话 愤恨地猛踩一脚身边的那个浑然不绝 悠哉悠哉地罪魁祸首 哎呦 不好意思敷衍地道歉后 蓝战目不转睛地继续小口夹着豌豆黄 吃饭 怎么了 没事魏无线朝对面白手 瞥一眼身旁不痛不痒的小人 哭笑不得 怎么这么大火气 刚巧 逢管事来催 外商耶律旗 屏住江音 来商谈矿山之事 这么快就来了 看来 有人等不及了 怀疾你先吃着 我先行一步 魏无线握着蓝战的先手西语诈 我把逢尘留下 吃饱后坐马车回去 晚饭不必等我 我若不回家 差人给你烧话 乖乖的 嗯 冲着光洁的额头吻下 摸索着小脸又嘀咕昨日是我的错 别生气了 气包包 蓝战一口咬住那挠来挠去的指尖 哼气知道了 烦人 房间剩下二人 蓝战也不予久留 起身要走 就听见嫂嫂是怕我插足于你与献哥哥之间吗 蓝战倒有几分欣赏他的坦荡 只不过再如何也是他与魏英二人之间的事 怎该他来质问自己 你凭什么觉得我会怕你 防你 不管你适合打算 与魏英说就是 毕竟他是你的献哥哥 我不屑于也无意与你争 薛怀锦一阵苦笑 争 他不是我能争来的 当初我那么努力 在外人眼里是十全十美 可他连一丝机会都不曾给我 魏家三代以来便没有那切的规矩 我的退路也被封得死死的 他不是我的月亮 可是那月光的的确却照在了我的身上 我爱了他十年 哈哈 可即使这样 一旦雨举的话说出口 你相信吗 我将永远不能出现在魏府 他那个人冷情得很啊 你不必与我说这些 薛怀锦摇头 一杯酒入肠 你真幸运 蓝湛 你知道老夫人为何把我遣掉他身边来吗 就为了刺激你 刺激你爱上他儿子 什么生病啊 什么丝绸啊 魏家最不缺的就是能人 哪里就非我不可呢 他明知道我那么喜欢 可我答应了 为何 与其让他淡忘这个深爱他的我 不如当一个知心本分的好弟弟 况且 你又不爱他 应该不介意我这个局外人吧 蓝湛呼有些生气 爱与不爱关他什么事 自己才是货真价实的魏夫人 难道他坦白后 我就该接受吗 你想默默守候我无权拦着 只是我们俩的事 也请你别过问 就是这样的眼神 蓝湛你知道 每次看我时 他都写满了厌恶 必如蛇蟹 如若我的存在无关痛痒 你又何必在意 又何必生气 蓝湛承认吧 你爱上魏无限了 我 蓝湛慌乱中打翻茶杯 浑身热血涌上来 他像个被人扯了遮羞布的孩子 耳朵红得滚烫 避开对方窥探的神态 我先走了 回到出尘阁 整整一下午 蓝湛的脑海里 都在回到那句 你爱上魏无限了 你爱上魏无限了 不会的 他又专制 又爱发脾气 总是逗自己取乐 还 还 还怎样呢 似乎也没有什么毛病 不烂情 起码现在看来他是这样 无不良嗜好 孝敬长辈 自己的家人也能周到 会为自己解围 理解自己 很有男子的担当 不对 不对 蓝湛你 真的爱爱上他了 当夜回桃花院 喜树一番 左右睡不着 蓝湛索性捧着长生殿 歪躺在梁榻处 细读起来 缠绵的情调 惹得他酥了半截身子 虚实 门外终于有了动静 逢尘喘着粗气 在蓝坎处传话大爷不回了 吩咐夫人早些歇息 这是爷儿给您烧的礼物 您看了就明白 逢尘神秘地 递给花若一个牛皮纸盒包裹的小物件 辛苦您跑一趟 喝杯茶逢管事 起身接过木簪 扯开外皮 蓝湛惊奇地发现 是彩绘唐人扶娃报里 胖嘟嘟的小娃娃 乐呵呵地裂开嘴角 小米牙清晰可见 蓝湛怎么会不明白 夸赞栩栩栩如生 真有意思 逢尘也跟着笑 夫人不知 这是采用槐花蜜做的 大爷说这个吃多了也没关系 夫人可喜欢 凑近鼻尖细秀 果真槐香富裕 喜欢 那就好 我好回去赴命 哦 那我若不喜欢呢 大爷说了 您要是喜欢 我就重重有赏 您要是不喜欢 您个儿给您烧桃人 若还不喜 还有玉雕 迷宿 兔子灯 总有你喜欢的不是 蓝湛的心儿怦怦直跳 前脚所读的长生殿 徘徊在脑海 唯愿曲 恩情美满 地久天长 他不禁捂住胸口你告诉他 我很喜欢 其他物件我也要 每日都要 魏无羡觉得 蓝湛这段时间变了 倒也不是不好的改变 就是不像以前体面 爱生气 爱甩脸色 早晨 二人赖在床上补觉 魏无羡突然想到 放在老夫人那里的好料子 兴冲冲地压着慵懒的嗓音 贴着睡梦中的人儿的耳朵吹气 这儿 怀警察人送来了云锦软断 蚕丝纺织柔软贴肤 很是难得 我寻思 咱们做一对礼衣 再给你添一身下妆 还腻歪在美梦中的蓝湛 哼记着挥开那烦人的脑袋 想也不想地拒绝了 继续闭言小气 魏无羡继续追缠你 你要是不想和我穿一对 我让怀警单独给你设计一身 我跟你说啊 他在裁剪方面也有天赋 现如今的魏式丝绸 不但卖不了 还有定制 好烦啊 都说了我不要 蓝湛侧过身子捂住耳朵 无法忍受地把脑袋埋进被子里 魏英难掩失落 自己连说话都讨人闲 本该是最亲近的人 也做了最亲密的事 可这玩时一样的心 却越来越硬 也不知何时能守得云开 哎 听到背后的稀疏声 蓝湛修的一声掀开被子起身质问 你去哪 我回了他 不好意思吵到你了 你 你把料子给我 我顺路烧给他 不必麻烦 怀锦就在庆安院 我去给老人们请安 将就带着 你还要做衣服吗 让他给你量体裁衣的座衣身 也不是不行 哎 这儿 蓝湛气的一脚踹在魏无线的侧身腰臀部 一个不留神男人顺着床颜翻滚下去 那你今后别想进我的屋上我的床 烟柳音像 落音缤纷 本是岔子烟红的好时节 可惜 咱们为大爷娇妻男红 刻有难缠 这会子 酒楼里推杯换盏 不知己寻了 岩商方礼石放下酒杯 夹起一块蜜剑马蹄 放置魏英的碗碟子里 挑起眉毛意味深长魏胸 尝尝 这心里的苦只有嘴上的甜能化解 放狗屁 滚 都是平日里玩的旧香食 魏英丝毫不客气 骂骂咧咧的咬在嘴里咀嚼 心中欲结难解 一口烈酒下肚后 畅言爱 你们说 他是不是不想和我过了 所以 处处看我不顺眼 你们是不知 左哥我不过笑了一声 他缝制的香包 绝对不是嘲笑 我就是觉得歪歪扭扭的针线 煞是可爱 他当即愤而起身 一边将我推出门外 一边让我找个针线好的 最好会亮体裁衣的 我 恍然回神 魏英就瞧见二人伸长脖子 直勾勾地听笑话 大手一挥滚 还是不是兄弟 两人笑得打颤 耶律奇这几日 与魏无限多围绕着 卖地寻旷 这是盲虑 少见他如此开怀的时刻 只觉着朋友 是真心待自己 不禁开口 喂凶 人都在你府上住着 跑不了 何况他脾气再厉害 等一黑 被窝里还不是任你弄 实际便宜都让你占了 也别斤斤计较 有错咱人 你这话我爱听 我家这儿 嘿嘿 浑身上下 里里外外都是我的 魏无限与过天晴的 一脸回味吃笑 端起酒杯 又是一阵要求 那春风得意的模样 着实让方李时 一阵鸡皮掉落 却也不禁羡慕 蓝战士出了名的 如玉照人 狼艳独绝 这样的妙人 哪个男人不心动 再联想到自己那糟糕的婚姻 对方连最基本的真结都没有 何况婚后的诸多起欺骗算计 心爱之人打上自己一个人的烙印 也能按照自己的期许来开发塑造 这怕不是大多数男人的美梦吧 魏无限在这装什么可怜 方李时赋斐着 不嫌是大地出主意 这事啊 简单 你冷着他十天半个月 保证乖乖迎你进门 距离产生美 你缠惯了 人也烦 半个月 这么久 魏无限嘴角抽搐 一天他都受不了 耶律奇侃侃而谈 那冷处理不行 就热处理 为他多些 宝些 这夫妻之间合拍的 肉体上的眷恋和羁绊 远比你想象的强烈 要不有人睡着睡出真感情呢 尤其是被开掘的身躯 有时 精神之爱 亦不亦趋于肉体以后 而 魏无限有些漫不经心的得意 壮似平静地摇晃着三根指头 我们最近每晚都是这个数 完事后就古怪地背着我 不理人 你说他这不是利用我的肉体 欺骗我的感情吗 而 顾家寡人的耶律奇哑然失语 合着您 这是拐着十八弯 炫耀着幸福生活呢 我还在真不识好歹地给你出主意 活盖 两个被炫了一脸的局外人 默契地对上眼 不约而同地酸涩笑着 咱们也不是不厚道 有一个狠法子 一定让嫂夫人 并然醒悟 对你情真意切 只怕你不舍得 你说 方里实弹笑不语 招呼魏无限身旁的冯尘 贴耳嘀咕 一番神秘的刺激 那一头雾水的人为凶 你也别问纸照作 我定不会害你 你敢不敢 话已至此 魏无限也只能对着一脸探寻的小丝 微微点头 看着他麻利离去 这就对吗 咱们继续跑马场再较量一番 跟你们说 我最近骑射都大有长进 可得好好赢你们一次 魏无限预言又止 也不好扫了兴致 他们几个散伤也算是暗中帮衬着 在盘宗挫杂的官家眼底下讨生活 最近 力不为主的官府 对商号多有打击 自古民不与官斗 他们立即看清局势 寻找规避转机之法 好久没这么放松了 想到这也收起了分杂的心思 几个男人好一番比较 暮色来临 魏无限终以拔得头筹 告扰回家 其余二人不依不饶 轰闹着要天香楼请客 你们去 吃喝管够 走我的账 家有集市不能相陪 下次我再请客自罚怎样 他们三人最不缺的就是钱 哪就在意这一顿两顿 我说魏兄 这一下午也没人请 家里也没人赢 你着急回去干嘛 走 花魁选举在即 最近的天香楼炙手可热 我早早定包间了 可不要辜负兄弟的用心 又是一阵稀里糊涂的赏舞听曲 耳边是二人二八家人身如苏 腰窝如斩 的婚话 魏无限制之一笑 想着等一会再回 蓝湛估计也才刚回府 这边 逢尘早已恭候多时 瞧见一身淡蓝夜地 沙袍的夫人 说笑着与丫鬟进门时 眼疾手快地迎上前 心里记着方公子的 丁主要五分交集 三分担心的神情夫人 戴爷儿今夜 素在天香楼不回了 让您一定吃好睡好 接着就是吞吞吐吐的三分忧心 他说 您一直不想见他 烦他 他就遂了您的愿 哪怕醉死在外面 也不讨您的闲 今晚您就能睡个安稳觉了 蓝湛听着 笑意逐渐消失 天香楼 这是给自己的下马威吗 好呀 你去回他 我谢谢他的体谅 希望他今后也能如此善解人意 这逢尘傻眼了 不是应该怒气冲冲地歹人吗 这怎么接啊 不行 扮砸了大爷得给我脱层皮 夫人 慌乱中话从口中拖出 夫人不担心大爷吗 别人我不知道 如果我乱喝花酒 我家婆娘能把屋顶掀翻 蓝湛止住离去的脚步转身 那他就不该做些让我误会的事 自己不洁身自好 为何让我失了理智般 围着他收拾烂摊子 如果这般行径 只是想要你多看他一眼 多关心他一些呢 逢尘掏出怀中帕子 包裹的桃塑玉兔 地狱蓝湛 赏五十一而跳的 拿着不方便 赞交给我保管 他说您一定喜欢 蓝湛握着白瓷玉兔 您是妈撒着 逢尘欣慰的探知器大爷 是我见过的最洁身自好的人 夫人 您当真不知吗 他 他当然知道魏英不会乱来 只是 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心意 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 让他自己也害怕 于是 更期待着那个人多体贴他 多关心爱护他 以更多的爱填补他内心的不安 他不要自己落了下风 也不要表现得非他不可 他以魏英爱自己为底气 可是他忽略了 一直向他走来的人也会累 也会期待 逢管事 我去拿个披风 烦劳你多等一会儿 与我带路 啊 爱 爱 外面马车早就备好了 咱们直接就可以走了 转忧为喜的人 开口就令人啼笑皆非 他自己也不好意思地搓手 嘿嘿 这样快些 为大爷毫不讲情谊 来天香楼也不提前知会我 房门恍然打开 一声灵透的女声飘然而至 那人一身裹胸眉红锦断 腹若凝之 明艳大气 眼波流转之间 端庄秀丽与妩媚风情兼并 尤其是眼角一颗泪质 仿佛滴到人心里的一滴泪 惊起阵阵涟漪 好久不见 为无限平静的起身汗手 令两人略显激动的一跃而起 哇 诗姑娘快请进 方礼时立即挥退唱曲的姑娘们 拱手邀约身侧 不住夸赞 当真是魏大爷有面子 莲江樱花魁诗 小小也惊动了 方某今日可有福与诗姑娘一叙了 那位子刚好置于魏无羡一旁 诗小小点头笑颜 只一招手 身后的丫鬟端来一叠小菜方掌柜严重了 这今年的花魁还悬而未绝 我总要沾沾各位的福气 自然不能白来蹭吃 这道新鲜菜你们尝尝 几人一看菜品 连番称赞 看来这花魁不仅烤四亿 连做菜的手艺也要出类拔萃才行 夜掌柜真会说笑 这还没动筷子呢 怎滴味道就跑进您的嘴里 好厉害啊 哈哈哈哈 我虽没品 但我闻着香呀 不是菜香 就是姑娘身上香 行了 吃你的吧 魏无羡紧簇着眉毛 夹取鸽子蛋 堵住耶律奇的嘴 这诗小小说来 算是他早期的贵人 自六年前节时起 几次三番地帮自己打探官府消息 不计回报 虽身在勾拦 却颇有侠气 要不是四年前因自己的自负害他失身献领 他或许早许配良人 这一点 魏无羡永远觉得亏欠施小小 喝了酒 再看见大美人 男人胡话昏话就满嘴跑 施小小虽是厌恶 但仍然不动声色地 妄想及时为自己解围的男人 笑说我身上的香 还是为夫人出尘阁的新品 为大爷娶了位家人呀 小小敬民 呀 这可不能偏心 我们也敬家人几人倡议一辈 是小小只觉眼角朦胧 深吸一口气 放下酒杯时 不着痕迹的袖肩浮去泪花 可巧 门前就通传 一儿 夫人来了逢尘的音量嘹亮而雀跃 笑盈盈地侧着身子 请出身后的人 几人也均探着脑袋瞧 魏无羡又惊又喜 连忙起身问这儿来了 各位有扰了蓝战垂首 躬身静对各方打探的神色 欲结冰青一世独立的美 扑面而来 紧接着 利落地解了披风 递给魏无羡 被男人亮晶晶的眼神 盯得不大自在 却也乖巧地随着男人的牵引 来到桌前 看到诗小小时指一愣 这位就是扫夫人 果然百闻不如一见 几人一番热闹寒暄 快引荐呀 魏兄 嘿嘿 这儿 这几位是我之交好友 方李时 耶律奇 诗小小 幸会栏战一一点头会议 哎 不对啊 魏兄 这花魁什么时候成了你的之交好友 你可得解释清楚方李时起哄到 其中缘由自然不是三两句说清的 也不适合私事公谈 魏无羡只能一边呲牙咧嘴地向对方使脸色 一边小声安抚蓝湛你别听他胡说 待会儿我说与你听 蓝湛微微晃动着小脑袋 可吃晚饭了 怎么突然想到寻我来了 嗯 看看 自己顾着马车等着我来 现在还问我为何来 真是又怪又坏 我寻你来吃饭不行吗 尝尝这天香楼如何相伐 魏无羡捏着白皙的手揉捏 捂着他生热 好 下次你想去啊 我都带着你去 两人说着悄悄话 旁若无人的嬉笑 惹得另外二人不满 哎 小夫妻注意公共场合 禁止秀恩爱 是小小离得近 听得一清二楚 表面上目不转睛的品酒 实际上内心早已翻腾 从那钻得越发惨白的手可以窥见 说什么呢 这儿 没吃晚饭 我叫几个热菜 魏无羡笑咧咧地对过去 交代小丝菜名要快 就和两人空中碰了一杯 看着桌面狼藉的菜样 耶律奇赞同 是得叫 刚才的麻辣鸡 再来一盘 哎 这不有一盘新做的吗 嫂夫人垫垫肚子 最近这客流量大 厨房忙得脚不粘地 好 谢谢 这菜看着新奇 大家一起尝尝 蓝湛受不住自己吃一群人围着看的感觉 众人纷纷下煮 品尝着 这味道虽然清淡 滋味却很失爽力 几人冲着诗小小树枝 不擅长的地方也能做出新花样 看来今年的花魁非你莫属了 各位捧场了 我呀 只求能有一日为心爱之人洗手煲汤 这花魁之味也作孽了 今年是最后一届参选了 是姑娘是密德如意郎君了 天香楼少了 你得失了多少色彩 花开花落无间断 人来人去一场空 我只为着我的心 哪怕不嫁于人 不相厮守 只要他好 那双明亮的眼眸 刚好错过蓝湛望向身后之人 有那么一瞬间的动容 意识到失态后 彷徨躲过 蓝湛转身看见男人垂首 沉思饮酒 一言不发 这种微妙的气氛 在迟钝的人也有所察觉 方李时清亮嗓子 打岔我猜猜诗姑娘 这是菜 是用绿豆制成的粉丝 鸽蛋金针微着 不知怎会这么粘稠 方掌柜所言不假 再配上三两燕窝 顿制娇赏 就成了 魏夫人 您多尝尝 养身润肺 如果说魏无羡 对诗小小无意 那应该如对薛怀锦那般大方来往 而不是现如今 有种他们二人独有秘密般的暧昧 刚才那番言词 究竟说与旁人听 还是说与魏英听 亦或是说给自己听的 为了心爱的男人可以牺牲至此 光不要名分地追随在魏英身边这一点 蓝湛就做不到 想到这 蓝湛当真有些佩服 诗小小身处在如此负心寡情的环境中 依然放手感爱的勇气 不过 这个男人现如今是自己认定的了 没有拱手让人的道理 谢谢 冒昧问一句诗姑娘 这菜是你当选之日的比赛制作吗 只是被选 主题菜不知道 我也是瞎子过河 自己摸索来的 那我就给您提个捉件 您听听就好 这碗燕窝素粉的确养人 只是这燕窝是华贵之物 素来以清汤慢炖为家 杂以荤腥油腻为次 且不说配菜规制不足 将所有的东西堆放一起 贪多贪足 反而失了其美味了 魏英 你觉得呢 嗯 你说得对 不可贪多贪足 魏无羡注视着蓝湛脚侠的眸子 捏着他的小脸蛋 一本正经的点头 你知道就好蓝湛哼哼鼻音 攥着他捉弄自己的大手 藏在桌下 反身对上师小小五味杂陈的脸色 姑娘才一过人 又聪慧角色 何不再起炉灶 相信您一定能有所收获 谢谢 我回去再琢磨一番 是我要谢谢您 出尘阁的香 您帮了大忙 师小小摇头 我只是好奇 好奇神 还没追问完 小丝端着热腾腾的饭菜 推门而入 吆喝着 菜来喽 客观慢用 小小姐 李妈妈找您 看着远去的背影 蓝湛不知为何 竟读出了寂寥与悲怆 身后的推杯幻展声 不绝于耳 魏无羡揽过蓝湛的细腰 将人转过身来 不是饿了吗 快吃 他们可都是饿死鬼投胎 嗯 悄悄贴近在男人的肩膀处蹭了蹭我吃得慢 你加给我可好 我受宠若惊 夫人等着 哎 魏兄 包姜豆腐 我还没尝呢 一事重色轻友的哀嚎控诉 酒席散去 几人均点了人 欲入客房 临行前方礼食 不忘歪歪扭扭着半醉不行的身体 晃悠到蓝湛身旁 我这个兄弟 有情有义 对你是死心塌地 竖起一个拇指 差点对到蓝湛身上 被魏无羡即使挡开 冲着小丝实眼色好了 我知道了 赶紧去歇歇吧 男人牵着蓝湛的手 随其后走出房门 静止往楼上走 我们不回家吗 听着周围嘈杂的嬉闹声 看着格外暧昧的场面 蓝湛紧张地吞咽口水 不安地问 你不是想知道 天香楼香在何处吗 口腹之欲 可不能引来这络绎不绝的客人 我们今晚就塑在这儿 你亲自感受感受 如何 说话间 二人已经来到厢房 侍从们看守在外 魏无羡反手关上房门 牵着的手稍用力一拉 蓝湛一个旋转亮呛 倒在了他的怀中 被紧紧扣在 结实修长的手臂里 说 今晚来寻我 是不是怕我在外沾花惹草 热气喷在小人的白皙秀奇的脖梗处 流连的舌尖轻轻的 别 蓝湛挣扎躲避着你别小瞧人 我才不怕呢 转过身来 刚隔开些距离 小人哪是一个虎脚蛮缠的罪汉对手 旋即被追上来的人贴得更近 下面也隔着他 哦 是吗 刚才是哪个在寒沙摄影的警告我 不准贪多贪足 你放心我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三千一瓢饮 绝不多吃多占 这是未加的优良家风 那人挑着没坏笑 专注地盯着蓝湛含羞急促便捷的红润小嘴你 我 我没有吃醋 哈哈 你应该吃醋看着小人扒拉着自己双臂 着急到烫嘴的模样 耐心解释与诗小小的过往 最终叹口气 娄锦怀中人 这期间 我多次想为他赎身 只是他有自己的追求和坚守 在三婉聚后依旧为我暗送消息 作为回报我也暗自为他打点 让他好过些 我非他良人 不敢这样误他终生 故而疏远不见 蓝湛听得入神 侧身倒在男人肩膀 诗姑娘的气度 非一般人所能比 我都自愧不如 是吧 这么想来 我有点后悔 你敢 蓝湛一击灵耿直了脑袋 推嗓着男人质问 却看见那人一脸得逞的坏笑脸 意识到又被逗了 还说没吃醋 这儿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你吃醋是不是意味着喜欢我 你说给我听 两人紧贴着额头 缠绵的眼神 浅浅深情 我 我喜欢 嗯 话没说完 心意早被魏无限领会 他放肆地闻 略略略 第二日一早 魏无限抱着包裹 在外山下沉睡 不行的小人 从后门悄悄离开 怀中的人 一脸满足的笑意 也不知是做了什么美梦 魏无限宠溺地 捏着奶乎乎小脸颊 也跟着笑 马车路过旗顺斋时 魏无限差人下去采买 一年一度的卫商清潭快到了 饭后之余送些点心 给各位管事更显体贴 还是一人想得周到 小的这就去办冯尘心领神会的领命 隔着车窗应答 我们在呢 蓝湛被说话声吵醒 一脸迷茫地从男人身上起来 乖 我送你回家洗漱一饭 对了 可想吃些什么点心 嗯 蛋黄酥 枣糕 山楂糕 就这些吧 冯尘 这几样多买些单独送到府中 至于清潭会的赠品 先跟掌柜的预定 防止不新鲜 放心吧 爷儿 带逢尘走后 马车继续缓慢地行驶在 已经陆续有人的街市处 摊贩们早已占了自己的地儿 卖力地吆喝起来 早饭早点香气扑鼻 令人眼花缭乱 蓝湛有些兴奋地打量外面 饿了 不是 就是觉得好动人 他们卖力生活的样子 路人们行色匆匆的样子 以前在学堂读书时 都是圣贤之道 为君为民 可嫌少有典籍记载百姓生活 好像我们都从上位者的角度 去看待百姓 魏无县楼紧了这个 蹊跷玲珑心的小夫人士啊 而能在这条街 有一席之地的百姓 就已经很不错了 更多 哎 魏英 说起来 我好久没去纪善堂了 这几日得空 我回去看看 给孩子们带些衣物 行 我若有空陪你同去 那里还是我们二人初见的地方 也是我对你一见钟情的地方 哼 有嘴滑舌 分明是见色起义 你是不是看见有善心的好看的人 冤枉啊 我自始至终都只有你一个 一会儿一个薛怀锦 一会儿一个诗小小 说 你还有多少红颜知己 是我不知道的 魏无羡被他那只老虎的凶样逗笑了 他可算知道 蓝湛这些日子 在别扭些什么了 这干醋味可不小 抱住人趴鸡亲一口 红颜是你 知己也是你 今后如果有人对我图谋不轨 夫人保护我可好 你就插着腰 毕生斥责他们 都识项点 魏英是我蓝湛的夫君 我们俩是拜了天地 在列祖列宗面前见证过的 想插一脚 门都没有 魏无羡滑稽地捏着嗓子学样子 把蓝湛弄得又羞又恼 你 你丑化我 我才不会这样呢 好好你最是知书达理 过几日 魏氏清堂会 反请大度十里的蓝二公子 隆重亮相可好 那我是以出尘阁掌柜的身份 还是魏夫人的身份出现呀 你想呢 其实我知道 只要出尘阁依仗着魏氏 无论我再怎么努力证明 再如何和你划清 都在自欺欺人 以前我可能心有不甘 现在我真的不在意的 蓝湛亮晶晶的眼神 凝视着魏无羡 因为我发自内心的 想做魏夫人 和你纠缠不清 就变成了一件甘之如頤的事 魏英 你是我的借力和底气 我可以在你的庇护下 做一株坚韧的苗 这本来就是我的幸福 而非是我非要证明自己的阻力 好魏无羡动容地贴着她的脸颊 南南 蓝湛 谢谢你 你也是我的依靠和底气 二人坦白心意后 蓝湛是被魏无羡送来出城阁的 前者一路上无比紧张 下马车时 魏无羡伸出在半空的手 被习惯性扶着 却在抬眼看到 一众伙计 一反常态地排练门前 挂着笑意的吃瓜脸的瞬间缩毁 魏无羡了然转身 气定神闲地向他们这边微笑点头 薛书辛苦了 大也严重了 出城阁能有今日离不开夫人的钻研 老身只是锦上添花 薛管事款身回应 于下蓝湛错愕地问 你们认识 魏无羡揽过蓝湛郑重介绍 薛书在魏氏做事有三十年了 作账管人一把好手 这几年想退居寒衣弄孙 被我介绍到你这里 谋个轻便点差事 有他在 我也放心些 你 你这么又骗我 一锤不痛不痒地 落在魏无羡身上 冤枉啊 人是你自己招的不是 你 哑口无言的人 只好转身恭敬地问候 魏书 夫人不必如此客气 咱们公事公办 照往常一样 临行前 魏无羡恋恋恋不舍地 吻过蓝湛的额头 叮嘱 晚上我来接你 不要太辛苦 知道吗 就见蓝湛飞红着脸颊 支支吾吾之 到了 我等 你 好乖 又是响亮的一吻 落在肉乎乎的脸颊 蓝湛紧张地别过脸 快走了 一上午出尘阁 怯怯思语地打量 和莫名笑脸 在蓝湛的视线里 就没消停过 也就金光瑶大胆地嬉笑 拔高音调滑稽地嘟着嘴巴 魏夫人好声 让人羡慕啊 妈妈 晚上我来接你 蓝湛被他刻意压低嗓音学样 给修得要打人 金光瑶 你再取笑我 我就扣你工钱 别啊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金光瑶神神秘秘地拿出一尊香炉 点燃香断 颇有成就地介绍这个朱雀铜香炉 可是我逃来的宝贝 外观来看 朱雀头顶炉堪脚踏玄武 杨太音表示正气上升 鸟鸟香烟 犹如山巒之气节节高升 极力招财 咱们就把它展在大厅 设计巧妙 颇有意境 这回饶过你蓝湛新奇的观摩 金光瑶安静不多久 叹口气又念叨要是有人这么英俊多金 温柔似水的待我 我愿意折寿三十年 人陆续多了 两人也没过多半嘴 很快忙碌起来 晌午休息时分 店里伙计陆续下宫 蓝湛这几日因为未应不回家吃午饭 索性也就近在客栈小店吃 金光瑶桶去 临行前眼尖的二人 都瞧见一个戴着面纱颇为熟悉的女人 站在车来车往的对面 畏手畏脚的 往这边看 有几分说不出的悲气 对视过后 这才想到是店里辞去不久的桃红 剑被认出来 女人飞奔过来 一下子跪在蓝湛面前压抑着哭腔 公子 你让我回来上宫吧 不要钱都行 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做 给口饭吃给个地方住就行 公子 蓝湛一把拉起他 点头 你一向认真负责 想回来当然可以 这钱照往常给 吃住都可以在店里 只是要与我说清楚 走 咱们吃饭慢慢说 什么 他酗酒打人 没人管吗 金光瑶吃惊地问 你家人呢 报官了吗 桃红摘下面纱 红肿肾血的嘴角 脸庞十分惊人 蓝湛倒吸一口凉气 没用的 我爹当初把我嫁给他 就是贪奈笔彩礼 官府不管家里是的 他一低头认错 我又能怎么办 身上的伤更多 公子 他就是个畜生 我只要提离开 他就变本加厉 今天是我偷跑出来的 这男人脑子有问题 你整日不计报酬地伺候他 哪怕买个丫鬟 也没有拳打脚踢的道理 他 他 他是个不能人事的 整日疑神疑鬼 我瞧不起他 背着他要红杏出墙 公子 长此以往 我非死于他之手 您救救我 我实在没有办法 你容我想个法子 将桃红安顿过后 下午果然遇到了 那个来寻人的男子 与预想的壮汉不同 他倒像个老实人 颇有礼数地来问人 金光摇打周旋 那人就是不走 往店里嚷着桃红 桃红 咱妈来看你了 和我回家去 桃红躲在里屋 不敢捂着嘴出声 僵直的身体 伴随每一句呼喊而微颤 蓝湛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安慰 你签了这个 我来逼退他 桃红早下的泪不休止 根本看不清写了些什么 但是他信 他信公子是个悲天悯人的好人 爱 蓝湛稳住心神 走出来客观要找的桃红 确实在此 只不过他闯了祸 被我留下了 什么意思 你一看便知卖身器被递到那人手中 蓝湛继续加山峰点火 如你所见 他失手打碎了我的一块羊之玉 我准备追究的 他自己主动卖身于我 以身底债 现在细想 一人换一块玉我亏大了 既然你是他的夫君 不如替他赔我五百两 这气也就作废了 说吧 将那叮当响的玉佩碎片 往地上一扔 想生惊人 这 我哪里拿得出五百两 我晚些再来接他 看着白纸黑字 鲜红的印章 还有蓝湛嚣张轻蔑的模样 男人早慌了阵脚 我写得很清楚 未经允许 不得私自离开出尘阁 他现在连自己的名字 都没有权力支配 你觉得能回家吗 想接他 准备好五百两 金光瑶看得一愣一愣 直到男人灰溜溜地离开 才竖起拇指 仿佛不认识眼前人一般 怎么样 我没有露线吧 蓝湛拍拍胸口 探出脑袋观望 太厉害了 我今后可不能惹你生气 不过 这真是杨之玉 吓他的 他哪里见过杨之玉 大魏王朝自先帝以来 便颁发了一系列 立民立商的政策 魏无限能做上江阴县第一把交椅 除却自身的经商头脑以外 这时代弘历的功劳也是占比很大的 他向来清醒自持 朝廷众文清武 现如今边关吃紧 北方旱灾四年 国家自然以抬高税收充盈国库 尤其是他这种木秀鱼林的对象 外加上工本费增长 同行虎视眈眈 卫视医馆 地产 酒酿 纺织 旅售五大块 除了舍小宝大 开发新型矿产这条出路 别无他法 于是 魏赶在清潭会前打点好一切 连续半月 魏无限几乎奔波于太福寺 县衙地暗丝之间 每每喝得醉熏熏回家 看见小气的夫人 顾不得脱衣服 立即扑上去 抱着倒头就睡 蓝湛嫌弃地推嗓 不动 只好无奈地听着轻微酣声耳边起 索性起身凝干帕子 给他擦拭一番 直到帕子变热 变干 男人还是无知无觉地酣睡不醒 蓝湛不禁自语 最近这么累吗 魏氏的生意 他向来不感兴趣 大概看出了自己的性子 魏英也鲜少和他提及 以前心不在此 无所查 这些日子 他才真实感受到 魏英的担子和压力 不说别的 光是魏氏的交账清点 魏无限紧皱的眉头 几乎没松过 更不提 最近关于铺子偷睡 魏氏买官的流言 男人却从不与自己抱怨 但蓝湛感受得到 那用力展开的笑颜下的疲倦 不忍心地称怪他 你多久没到出城阁 接我回家了 仿佛找到皈依一般 轻身趴在男人的胸膛 紧贴着铿锵的心跳 不停舒展妈撒的白润手掌 宛若有蛇 顺着男人的臂膀划过手腕 钻进宽大的指缝紧握着 让我来你的世界里 和你一起分担 好不好 明知没有回应 蓝湛却不由自主地笑得灿然 舒爽的笑声 似乎穿透了魏英的梦境 男人翻过身 紧紧地将身上的人裹在怀里 也跟着傻笑 这边 天香楼的花魁 最终众望所归 被师小小义舞水墨江山拿下 成为觉悟仅有蝉联三年的江樱花魁 一时风光无两 人人艳羡 周边饰品衣物 更被炒得水涨船高 蓝湛没想到一大早 还在洗漱更衣的自己 能收到一封诗小小的邀约情简 很是郑重 一头雾水地望向魏英 后者正大咧咧地侧身支其脑袋 翘着二郎腿 并不清白地描着蓝湛的身段 你也收到了 魏无羡摇晃着脑袋 接过请柬戏桥 我猜 他想和你谈谈出成格合作的事 晚上我陪你去 蓝湛立即婉拒 你不忙吗 这是我应付得了 过来 魏无羡似笑非笑地招手 起身拍拍腿尖地空褥子 带人走近后 一把拉过小人 锁个满怀 顺便挥退左右 你怕我见他 小笨蛋 我和他早就说清楚了 那地方人多眼杂 你一人去我不放心 况且无痕一夜 今晚也和同窗在那热闹 昨个儿母亲就交代我看着他 别出岔子 可是 我带着你去谈 不会显得很无能吗 好像带着家长似的 嗚嗚 还没说完 一只大手就捏住了叠叠嘟囔的小嘴 魏无羡被他给气笑了 自己在他心里得多老 都长辈分了 好呀 金根 为爹爹就教训教训你这个目无尊长的小崽子 迅雷之势的一个翻身压制 蓝战还没来得及求饶 就被抓咬得又痒又痛污 不要 我错了 哈哈 身子白的一大弊端 就是显印子 蓝战边求饶 边攥着领口不撒手 哼哼唧唧软着嗓子撒娇 男人却得了去 扯开药袋 拱着脑袋就往里亲 白嫩嫩的肚皮 瞬间留下四五朵小红花 路上 魏英被千叮万主 只需陪同 不许插手 来到天香楼索性去了五痕那里 等着蓝战商谈结束 见到诗小小 他一脸盛情 开门见山的商谈 与蓝战合作售获的时 我还是有些情面和影响在的 蓝公子与其和王妈妈合作 不如把供货渠道给我 我只拿三成 我自然相信你的能力 只是先前与管事谈好的 这样变卦 只怕对信誉有损 这你不用担心 我来沟通 这些年 我在天香楼也算半个管事 他们不会与我为难 我冒昧问一句 师姑娘既然有实力走 为何还要停住在此 只能说人格有命 蓝公子 你找到了爱情 无疑是幸运的 而对于我而言 外面没有一处是为我而存在的 这里反而更让我自在 就像这龙中翠鸟 看似失了自由尊严 却也衣食无忧 性命无恙 蓝湛突然有些恍惚 曾几何时 他们都如同龙中鸟 选择却不尽相同 蓝湛掩藏心思 伺机寻找一飞冲天的实际 而师小小 则在漫长的圈禁中 适应了这样的生活 并逐渐维护起这样的环境 适时地转化成 掌控别人的笼子 师小小认为 这样的结果是 有无爱情导致的 可蓝湛突然觉得 哪怕没有自己 他们也不可能走到一起 师小小习惯于 众星捧月的感觉 她是本身就不排斥笼子的人 追逐卫英的过程是没有风险的 成了 就是从一个金笼里 换到另一个金笼里 而卫英骨子里的老派 霸道都不允许自己的夫人 如此逢迎在各路人世之间 想什么呢 从回来就出神 马车上未无限安顿好喝的烂醉的弟弟 这才习惯性地坐到蓝湛身旁 没什么 商会倾弹是后日吗 我什么都没准备 宽大的手掌 抚着鹅蛋脸庞 软腻腻地捏不用紧张 借这个机会 让你亮个相 男人越说越近 热气直喷嘴唇 要咬住 被蓝湛的食指抵住 他们要是问我生意上的事或看法 我答不上来 多丢脸 再说我还是出尘阁的掌柜 不行 我回去得做功课 行行 等回去再说 鼻息再次贴上来 怕蓝湛跑式的 温热的手掌 搂住薄纱里的腰肢 发烫 喂 鹰不行 你看看他要倒了 蓝湛紧张地 苗像半米外 四仰八叉歪躺在对面 不省人事的魏无痕 推着胡乱作为的人提醒 这时 一个颠簸 魏无痕应景地一声倒下动 头重重磕在木板上 一动不动 两人一愣 可想而知的疼 倒是魏鹰笑出了声 快别笑了 去看看他 与此同时 蓝湛被一声微弱的喵叫声吸引 喊停了马车 出来查看 果然在草丛里 发现一只比巴掌还小的黑白菊混杂小花猫 胡乱扒着草丛 估计是饿了 嗷嗷直叫唤 蓝湛蹲下身来 小心地唤着咪咪 那小东西也不怕 颤巍巍地爬过来要舔手 懂事地把脑袋放在手掌上 可把蓝湛的心融化了 好丑的猫 魏无羡一脸嫌弃地 从蓝湛手上 接过花猫查看 毛色杂丝带帽 估计是被人气养了 没有母猫带 就怕活不了 湛儿你要是喜欢猫 我托人送一只波斯猫来 我不要 就要这只 小猫重新回到蓝湛手里 温顺地握着 软乎乎地 蓝湛小心翼翼地护在怀里 我们快回去 它饿了 真要养它 蓝湛无比坚定地点头 行吧 你得保证不把猫带到床上玩 也不允许弄得到处都是猫毛 还有最重要的 一旦它咬人 立马送走 哎呀 知道了 我会负责的 坐上马车 蓝湛的手就没闲过 又是摸又是被舔 就差脸贴脸地亲一口 魏无羡一脸黑羡地 听它念叨我们哪里丑了 我们是滚得紧断 多漂亮 小猫似乎听懂了 神奇地附和着喵 不许亲 知道了 魏英 就叫它荔枝吧 你看它的小爪子是粉嫩嫩的 我看叫栗子吧 炒糊的那种 蓝湛这两日恶补经商之道 索性连香铺也不去了 一落子从魏英那讨来的商业不济 居然也能看出些滋味 全神贯注得若有所思 连魏英悄悄走近也不曾察觉 男人一把从身后搂住贪良不愿披外袍的小人 稍一用力 在惊呼中把人跌坐在自己的腿上 惊个儿中午怎么不吃饭 谁向你学舍的 我吃了呀 我摸摸 小肚子不远骨 还说吃了 那 太热了吗 没胃口 我吃了一大碗凉粉 酸酸凉凉的 不信你问问花若 蓝湛夸张地竖起手指笔画 用力鼓起肚子 抓住往下作乱的大手 重新附在肚子上 乖一吻印在嘴角 男人满意地 用胡子蹭着小巧银白的小疤 不轻不重地咬着 含糊其词 好好吃饭 嗯 下次想吃什么 吩咐人提前置办 过不久我生辰 届时岳母来江音来看你瘦了 可不得拿我是问 蓝湛睁着性眼 被亲得有些迷糊 攥住在胸前晃动的 没完没了的脑袋不满 我哪里瘦了 你整日念叨我 还拿母亲吓唬我 宝贝 这句话的重点 是我生日 你得准备好礼物送我 好 呀 啊哈 杨 看什么呢 我瞧瞧 蓝湛顺势做好 主动拿过身侧的 蒲扇地给魏英 惬意地享受着 随之而来的凉风 自信地开口这经商之道 第一要紧就是知识 熟探事价 密料行情 逢快莫感 逢至莫懒 其次要知课 商人与商人之间 要讲信修目 商人与买客之间 要知心服务 人弃我取 人取我语 第三要律级 商人自身 加强修养道德 明以清修 简以守成 说完 蓝湛胸有成竹地盯着魏英 亮晶晶的眼睛里 似乎写满了 快夸我 哦 学得不错嘛 那我考考你 为是最挣钱的是哪一样 蓝湛稍作思索 不敢确定地答 地产 许多人都认为如此 其实粮价官府把控 岁目年年增长 每年收成虽增加了 但兵士繁重 赈灾累增 到手的粮末并不多 只能保证不亏本 这岂不是为官府重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征收家重 知 印 染工本费都溢价了 真正挣钱的是酒酿和铝舍 将因三面还水 乃通往大魏中心的必经之处 是理想的外貌之地 往来人多 旅设自然抢手 此地人好久 至酒公益悠久 而且将因稻米精良 发酵风味独特 外地无不交口称赞 这就叫之地取胜 择地生财 原来如此 蓝湛听得津津有味 连忙浮岸记下 魏无羡看着他心无旁骛的模样 逗笑今日我清闲 一直陪你看书 有什么疑惑 尽管提问 我知无不言 我那出尘阁 可有什么盈利的计策 哈哈 蓝掌柜不是一向不愿我多嘴吗 有呀 只看你怎么交学费了 哎呀 你这个大财主 怎么计较这些 小气 啊 魏无羡只管捉住细手前筑 另一只手扫开桌上散乱的书册 轻身压着人紧紧贴在桌面上 围着脖子 细袖迷人的淡淡香气 给不给 白日呢 别闹了 我没闹 乖 很快的 你最近太香了 滑腻腻的皮肤吸附指尖 让人沸腾 魏氏清坛举办得很是顺利 魏无羡提出 将地产捐给给官府 丝绸生意也卖出去 攒下余钱 继续探索矿山的位置 蓝湛也结合所学与魏英那花学费所得的本事 给出一品多价 五感居贵调红克翠 留恋客人的花样点子 经验一时 大概是一件大事完成后的如释重负 蓝湛这些日子总感觉恶心没胃口 身体也泄气一般的乏力 试睡 恰巧魏英跑船 不在家 他懒得去请大夫 唯恐惊动了老夫人 免不得一顿念叨 补身子 一想到那不要扑鼻的中草药味道 蓝湛不免又是一阵恶心污蔻 公子 我悄悄地去请大夫吧 你这样难受 奴婢也害怕 一贯逞强的他也不推脱了 出城阁已经几天没去了 那里香味也太浓 放恶心 你陪我出去看吧 卫士就是医馆发家的 这不是闹笑话吗 恭喜公子 胎儿快两月了 一切都正常 什么 你说我 怀孕了 脉象来看就是如此 公子若不信 到卫士医馆再查一遍就了然 蓝湛呆愣在原地 不可思议地摸着腹部 明明平坦如常 居然有个小生命在里面安然生长 花若喜不自禁 连忙问询注意事项 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 有劳了大夫 这是赏钱 您收下 直到走出医馆 蓝湛都有些恍惚 公子不高兴吗 大爷 老夫人肯定高兴坏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没想到这样快 他可真着急 男男中 蓝湛再一次轻轻安抚肚子 大爷和公子恩爱 这下就更圆满了 公子您第一次当爹爹 有些无措也是正常的 放心吧 有卫士的医术在 一切都会好的 嗯 先不要告诉卫英 等他回家 我给他一个惊喜 老夫人那是要说的 他老人家盼了这么久 这安胎药 没有比胃是更好的了 当晚 老太太一得知消息 连忙就从庆安院赶来 瞧见蓝湛正独自鼓都一碗酸辣粉 立马指住 这吃得些什么呀 走 去我那 母亲 不用费事了 我吃不下那些婚姓 我瞧瞧 为母握着手枕脉 微微点头 这才放下心来 孕早期都是这样 但还是要鱼 蛋 肉 奶补充足了 同样的食材 做法不同 味道也不一样 不爱吃 咱们就换 总会有你满意的 还有那应季的蔬菜瓜果 都不能拉下 方若 去把今早送来的樱桃 李子全拿来 酸酸甜甜的 你肯定爱吃 谢谢母亲 卫英那小子还在外地 估计得一周后能回 你夜里睡可害怕 到我那去住 不用了 母亲 您别忙了 我无碍 要不我写封信给她 让她早些回来 母亲别说 等她回来 我亲自告诉她 她不是生辰快到了吗 我正愁不知送什么礼物呢 你呀 我以前对你有些苛刻 你不要放心上 现如今 你们俩恩爱浅全 小家也有模有样 我真的感到高兴 这儿 你是个好孩子 母亲 我知道的 您快别哭了 哎 我就是高兴 高兴 你快坐下 头三个月 可得小心些 这一周的时间过得飞快 蓝湛反胃的现象有所好转 几乎是日日不重样的 吃着别致的饭菜 连她自己都感觉胖了 听闻魏英回来 正在急事买花的蓝湛 连忙往家赶 找了一圈 才在书房门前听到动静 刚欲敲门 就听见里面传来碎响 紧接着是一阵震怒 混账 那唐三 居然是北城国主 一路民间的私生子 如今是得到声势了 摇身仪变成了北唐漠染了 邀我去贸易 却以酒裂为由 一番折辱 这颠倒黑白的本事 倒是长了不少 哪还有当年的文弱之相 大爷 他此番来势汹汹 只怕没那么简单 当年他父亲被害 和被冤入狱之事 看来他已经得知 真相了逢尘忧心忡忡 虽然是个一国王爷 但是要想扳倒一个富商 也是不费力气的 哼 知道又如何 这儿的身心都是我的了 他如何抢 我也不是这么好对付的 却散步北唐漠染言而无信 打压商户的消息 我倒要看看 还有谁敢和他做生意 蓝湛在外面 听得目瞪口呆 在震惊中脑袋混乱一片 一时没注意 荔枝黏人地贴着他的腿脚 蹭着撒娇喵污 谁 门戈指打开了 魏无限错愕地 看着蓝湛不可思议 望着自己的眼神 这儿 这儿 你怎么来了 吓我一跳 先天的掌控力 让魏无限一秒恢复笑脸 不着痕迹的挥退左右 剑步迎上蓝湛 我都听见了 你说唐三父亲的事 还有被冤入狱的真相 魏英 都是你做的 蓝湛必如蛇蝎般 躲开魏英的安抚 他满眼的不可置信 与追责 微微刺痛魏英的心 不是的 这儿 你听我说 这两件事 均是那些败高踩低 蓄意谄媚的下属 自作主张的所作所为 虽说不是出于我手 却皆因我而起 我早就一番教训了 真的 魏英 我一直以为 你是救我于水火的人 你可不要 不要是纵火的元凶 要不然 我和宝宝 可怎么办 蓝湛越说越激动 低语的绰起 被掩在魏英紧抱着的胸膛 轻轻拍拂 魏无限放空般望向远处 盛开正艳的蔷薇花层处 一双飞舞的蝴蝶 宽慰 不会的 放心 我永远是你的依靠 那你不要为难 他好不好 他本该不必受这些 无望之灾的 说起来 我们多少有些对不住他 魏英 我们不要和他较劲了 过去就过去了 嗯 好 听你的 我们和他再无瓜葛 嗯 山雨欲来 魏氏的酒夜 外销方面接连受阻 要么被恶意压架 要么拒之不买 连旅社的客流量 也不如以前 魏无限忙的焦头烂额 也还要抽时间 叮嘱蓝湛减少外出 执拗地配置了两个贴身侍从 蓝湛也不愿给他添麻烦 乖乖听从 这夜 蓝湛喝完鲸鱼汤 捏一颗化眉压住恶心 一旁的花若 看着乌黑一片的门外 叹起 公子 你怎么不告诉大爷怀孕的事呢 也好让他多陪陪你 傻丫头 这是怎么陪 难不成他也生一个 再等等 等他闲下来了再说 蓝湛一脸慈爱地摸摸肚子 他现在太小了 不恶心的时候 我都会忘记他的存在 借个我瞧见店里来的一个孕妇 他那个肚子这么大蓝湛声情并茂的笔画 活活一个大锅扣在肚子上 我就观察他浑身都有些浮肿 不停地垂着后腰一会儿靠着一会儿倚着真辛苦 烛光下二人正说笑着 侍从来报 夫人 大爷今晚不回了 让您早些歇息 可说什么事耽搁了 这不必吞吞吐吐的 是我非问不可 月来客栈查出违禁走私 可能涉及牢狱之灾 大爷正处理呢 什么 我去瞧瞧 使不得夫人 那走私的客人是外商 大爷与官府也是有联络的 您放心 一定没事 是呀公子 咱们去也帮不上忙 不好让爷分心 不如明日一早再打探一番 好 先不让老夫人知道 免得他担心 第二日一早 蓝湛却等来了一封信 公子那人塞给我就跑了 也没看清 不过这信封上写的你的名字 错不了 蓝湛颤巍巍地拆开 唯恐错过魏英的交代 却不想打开是 浮生万千 不得有三 水中月 静中花 梦中你 月可求 花可得 唯你求而不得 这儿 此别再无相见日 不忍多情控于恨 身时 如烟阁相见 别多会少 万叛君来 唐三亲笔 看见蓝湛颤抖着和尚信封 花若担忧道 公子 情况不好吗 啊 无事 我们走吧 见到魏英 蓝湛只觉得一夜之间 男人轻瘦了不少 胡茶潦草 一脸疲惫 蓝湛心疼地抚摸他乌青的眼下 吃了吗 我带了早点 热乎的 咱俩一起吃 魏无羡看清他满眼的安慰与疼爱 紧紧搂住怀中人 窥叹一声 嗯 有你真好 别担心 误会一场 你实话告诉我 最近种种 是不是有人针对卫士 魏无羡点点头 依旧不撒手 是他吗 捧住蓝湛的小脸 魏无羡轻轻点着鼻尖 无论是不是他 这儿 只要你一直待在我身边 对我深情不负 这些都不算什么 只要我们俩一心一意一双人 我何惧岁月何惧风 不是一双人 是三个人 什么 魏无羡几乎颤抖着音调 有些不敢置信地问 这儿还有一个蓝湛钻住 他贴在脸颊上的手 往下滑 整个覆盖在肚子上 有两个月了 我们的孩子 温热的手掌 紧贴着软乎乎的腹部 感觉不到什么 可魏无羡却不敢用力 蹲下身来 轻轻隔着衣物亲吻一口 再小心翼翼地贴着耳朵听 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却红了眼眶 好孩子 你可算来了 傻不傻 我饿了 魏无羡一把抱起嘟囔的人 走 陪你们娘俩吃个够 扯个荒 蓝湛摆脱魏英的看管 只身前往如烟阁 再见到唐三时 那人哪还有当初的清贫模样 一身华服 富贵无两 一桌子酒席早已摆好 就等家人赴约 蓝湛选了个较远的位子坐下 唐三面露喜色 蒸下一杯茶 递过去 尝尝 北辰国的特色日注血牙 谢谢 唐三甩开长袖 交叠双手 晦涩不明地注视着蓝湛慢品 我以为你不会来 毕竟当初我那样哭求 你都没有见我一面 抱歉 我 唐三 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吧 你不是瞧见了 我如今是北辰国的王爷 北唐漠然 今日路经此地 也是应邀大魏国主的烈日宴 对了 唐三点了点手中的华善 已经很久 没人叫我唐三了 那就好 我今日来 是想求你别记恨魏英 他是霸道了些 会用些手段 但绝不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当年的事 他也是被下属欺瞒 但最终 也出手救了你和伯父 呵呵 救 蓝湛你是太天真呢 还是太把我当个傻子呢 按照你的思维 他的下属一而再的忤逆 还能在他的霸道下狗活 你看看这个吧 一叠公文字句 甩在了蓝湛眼前 他手指颤抖着 双唇不停地上下抖动着 无意识地念着眼前的字句 却又听不出一丝声音 微微浸出的泪花满是激动 这是他收买官服 草菅人命的证据 此次前往大卫京城 就是要了结此事 蓝湛 届时他会倾家荡产 锒铛入狱 我舍不得你跟着受苦 不若你跟我走吧 让我好好照顾你 疼爱你 刚触碰蓝湛颤抖的双手 他就被受惊一般躲避 蓝湛拼命摇头 哀求不不 他不会的 没有谁因他死去啊 唐三 不 王爷 你高抬贵手 他没有伤人性命 也听我劝阻 不与你作对 纵有千万错误 也要给改过的机会啊 你是爱上他了 钱的威力真大啊 当初要不是他 相爱相守的 应该是我们 现在我有钱有事了 你不应该哭求着 来到我身边吗 还假惺惺地哭什么 我没有 没 你放开 还站得住吗 别逞强了 石箱迷魂散的威力如何 你 baby 我不过以其人之道 还至其身 蓝湛 我当初那么爱你 我们是约定共白头的呀 为什么 你变心这样快 还是和一个 要将我置之死地的人在一起 我绝不会让你们 鸾凤和鸣的 呲呲 刺耳的衣物撕裂声滑破寂静 蓝湛用残存的力气 正拖着往门前爬 紧闭的房门 任由他怎样八拽 都纹丝不动 只留下一道道划痕 北唐漠染耐心地俯视着地上的人 用完最后一丝力气 才一把抱起绵软的躯体 往里肩走去 蓝湛朦胧的意识 支配不了任何动作 感觉到腰带被解开 接着礼衫泻衣 仿佛一刀一刀的灵池 绝望的乌叶身吟 一行行热泪滚落魏英 一片混沌中 魏英环抱着自己耳语 谈着宝宝的模样 小家伙一定像你一样白嫩可人 奶生生地喊着跌跌跌跌 被柔情包裹着 蓝湛也忍不住期待 缓住紧抱着自己的人 仰头逆着光线依微 一张薄冰冷漠的容颜 一点点从阳光里清晰 唐三 放开我 拼命挣脱烙铁般烫人的稚骨 肚子一阵脚痛不要 我的孩子 乌乌 孩子 乌叶中泪珠气满眼眶 滑落无声 终于 正开了这场噩梦 心伤蔓延 蓝湛无力面对着陌生的环境 急忙抚摸肚子 痛感也随之消失 他来不及松口气 霹雳之声响起 醒了 这儿梦到我了 不枉咱们一番云雨 大手穿过丝绸凉背 骨有玉体横沉的冯小莲 今有玉骨兵姬的旺鸡公子 妙哉 蓝湛不可置信地 瞪向操纵自如的男人 但赤裸的躯体 让他的希望一点点湮灭 神情恍惚 捂住耳朵 拽着遮羞布 拼命往里面蜷缩躲避着 红肿着眼睛嘶吼 滚开啊 魔鬼 疯子 禽兽 魏英一定会杀了你 哈哈哈 杀了我 你敢告诉他吗 那魏无羡那么心高气傲 你猜他知道此事会是什么反应 哈哈哈 爱妻忧惠旧情人 只怕会沦为全江阴的笑话 对了 还有你肚子里的杂种 倒是个命硬的 你说 这是传开了 我会不会白捡个孩子 为什么 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要杀了你 唐三毫不费力地甩开 并无威胁的攻击 鼻不屑 省省力气吧 看在你伺候一场的份上 这个伪造公文送你了 蓝湛 你真是又蠢又坏 见那欣慰的失事了 便转来求我 可惜如今 你就是个破邪 我才不稀罕 恶毒的话如同冰刀刺的蓝湛 心疼到不能呼吸 鹅脚擒着痘大的汗住 纷乱的头发下 埋着苍白的脸庞 紧紧抱住自己摇头 我不是 不是 好疼 好疼啊 胃婴不会的 不会的 哦 空荡荡的胃里不断的翻腾 恶心 吐出一口酸水 唐三健壮 欲言又止 拂袖离去 蓝湛如同一句被抽干了生机的鲜花 他不知自己如何起身穿衣 也不知自己如何游荡回家 终于在晕倒前 被着急寻人的小丝发现 再次醒来 第一反应就是捂住肚子 感受 花若惊喜又担忧 公子您经个儿失踪 可把我们吓死了 大夫刚刚瞧过了 放心吧 孩子无恙 公子切不可情绪积悦 对了 大爷外出寻你 这会子得到消息快回来 蓝湛一下子清明了 掀开毯子起身 魏婴要回来 快快 被热水 我要洗澡 慌张地握住花若 恳切地冒着哭腔 快去呀 哎 公子不要着急 魏无羡风风火火回来时 房门紧闭 轻拍这儿 是我 我进来瞧瞧你 正在拼命搓身子蓝湛 惊得动作一致 马上侧身对着房门口应答 不行 我洗澡了一阵清脆的水声 男人压抑着笑声 你身上哪里我没见过 这会子害臊了 乖 方才找不见 你可吓坏我了 我看看才放心 听着那人像往常般体贴备致 泪眼早已模糊双眼 蓝湛压抑着哭声 加重了手上的气力 哪怕泛红一片 仍然觉得脏 不要进来 听出不对劲 为无限毫不犹豫的破门而入 这儿 四目相对 男人一脸焦急的 从浴桶中爆出泪流满面的人 包裹在怀中 怎么哭了 发生什么了 告诉我好不好 蓝湛只是摇头 不敢直视男人浸出水的温柔目光 紧紧抱着他 说了成亲以来的第一次谎言 我赴金光瑶的邀约 一时谈的兴奋 忘了时间 回家时迷路了 又掉进了陷阱 我好怕 魏英 再次搂紧 贴着男人的胸膛 哽咽我怕我见不到你 我怕我们的孩子出事 我怕 怕你的狼狈模样被我瞧见 魏英抱着他摇晃 风趣地打住他越发激动的陈树 傻兆 那也不能自虐般地搓身子呀 你瞧都快浸出血了 白皙的胸前 手臂 红肿一片 触目惊心 魏无限欲要往下查看 被小人拽紧了衣衫 只能作罢 脏了 要洗干净 不脏 我的这儿才不脏 在我心中 你就是冰清玉洁的仙人 什么时候都是最美的 魏英 魏英 你抱抱我 亲亲我 我好怕 好 吓坏了我的宝 今后可不能自个儿出行了 再有下次不告而走 小心我打屁股 两唇相碰 舌头脚缠 蓝湛心中默默祈祷 老天 你可怜可怜我 让我永远是他的心中人 我不能也不可以离开他 这个家马上就要完整了 这些日子 魏英的生意渐渐有了起色 更让他兴奋的是 木野采矿之事终于有了起色 陆续有铜铁矿挖出 虽然量不多 但无疑给了他和耶律齐一些信心 这儿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这说明大野制的记载是正确的 上有单沙者下有黄金 上有磁石者下有铜金 上有灵石者下有千锡赤铜 上有贺者下有铁 咱们只要按照这个规律找 一定能大有收获 一回来魏无羡兴奋的抱着蓝湛喋喋不休 嗯 吃饭吧 蓝湛应着他 帮着摆盘 蝴蝶虾卷 姜织鱼片 五香载鸽 八宝鸭 佛首金卷 别忙了 你这几日怎么郁郁寡欢的 可是怀孕难受 我真真卖 无事 天热的缘故吧 这么说着 也乖乖地伸出手 让男人一叹 一旁的忙碌的花若插话 大爷这些日子太忙了 公子也不爱出门 整日待在家人 自然就闷了 不如也抽空带公子逛一逛 玩一玩 事也开阔了 人也就舒畅了 你这丫头倒是机灵 好主意 金个儿 咱们就去西郊的金珊湖旁放纸鸳 那里孩子多 你提前适应适应 好 吃完饭 我收拾一番 魏无羡紧握着蓝湛的手 有些内疚今后我一定常常陪你逛逛 蓝湛终于展开笑颜还不够 难过时要哄我 一直一直爱我如初 爱你如初不够 要爱你与日俱增 蓝湛有些失神地看着他 亲吻自己 抚摸到男人脸颊的先手 声若闻难要说到做到 不论发生什么事 放心吧 大手 落在微微突起的小腹上 我和儿子一起爱你 啪 拍开陶醉其中的大手 蓝湛一脸嫌弃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万一是女儿 刷你就不疼了 嘿嘿 我就知道 不信你等着瞧 偏心眼 对啊 我最偏心的是你 说真的 你是不是只喜欢儿子 你这就冤枉我了 我这是降低期待 最次也是个儿子 啪 又是一巴掌 拍掉了魏英夹着的佛手金丝 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我们的孩子都是宝贝 好好好 您消消气 吃一块虾卷 就着魏英的筷子 蓝湛满足地咀嚼着再来一块 得嘞 小的伺候您 蓝湛被滑稽的嗓音 逗得直乐 下午 天气宜人 被好马车 魏无羡在门前等着蓝湛收拾 眼尖的瞧见 一个鬼鬼碎碎的人影 那人瞧见魏无羡投来的犀利目光 吓得慌不择路地逃跑 落下一封信件 魏无羡捡起 蓝湛收 他的眉眼剧烈跳动着 这个笔记有些熟悉 不稍犹豫 撕开 这儿 自那日一别 无魂千梦绕 美美回味 只能凭你遗留的发带堵物思人 献物归原主 千言万语 明日深时 如烟阁相塑 一定会让你惊喜的 唐三亲笔 明明每个字都认识 拼在一起 只觉得让人心潮翻涌 来不及细想 一条淡蓝色的螺纹发带 从信间滑落 一脸沉色的男人 捡起发带细纹 是熟悉的雪中春信的淡淡香味 在抬眼 庭院处人一脸欢快地拿着纸鸢 往这边走来 走吧 我特地给纸鸢做了花 是你最喜欢的木槿花 你瞧瞧 魏无羡自然的藏物件 连起溢色 恢复春风般笑容是吗 我看看 五月初二 魏无忧带着小宝回娘家 主要是魏老夫人 担心蓝战投胎艰难 招呼女儿来看看 恰巧串门子的无监察夫人也在 几人有说有笑 一向冷清的庆安院 像过小年一般热闹 蓝战被匆忙叫来 安静地听着长辈们寒暄 魏老夫人 这么大的喜事你也不同 我知会一声 枉我当初给这小两口做梅牵线 老太太心里高兴 知道对方佯装要脑 连忙拍着她的手 笑陪不适 适以密城 予以谢拜 这不才刚刚过了头三月 老姐姐别生气 金根儿 我以酒待罚 你可不能走 好 就拿你们家私藏的贺年贡酒 咱们姐俩畅饮一番 两人豪爽对笑 哪还有平日里的稳重 魏无忧在一旁与蓝战探看 那边的欢笑声鼎沸 她不禁打去母亲现如今 可是紧着小孙子疼 可怜小宝抱着冰烙等着外祖母常唱呢 你瞧瞧这丫头 伶牙利齿 我不疼她 小宝能和我这么亲 快来小宝 被亲亲热热抱在怀里的小宝 眼睛却不时闪烁在蓝战身上 小孩子对好看的人的好奇和好感 总是那么直白 母亲管得言 最心爱的冰烙每日只能吃一碗 所以小宝每一口都格外珍惜 正庆幸外祖母没有吃自己的宝贝食 吴夫人瞧着她一本正经的挖勺 忍不住逗她 小宝 吴姨婆想尝尝冰烙 行不行 小孩子立马警觉地缩回自己的宝贝 抱在怀里不好吃 不吃 外婆想吃呢 外婆不吃 童言无忌 闻者忍俊不禁 继续逗她那小宝给谁吃 她直溜溜地往未无忧那个方向愁 挣扎着要下去 吴夫人很是欣慰地夸 小宝还是孝顺的 知道母亲最重要 你看 画没落地 小短腿跑到了兰战身边 端着冰烙往前一推 很是雀跃地开口 给你吃 甜 两声几乎是此起彼伏 默契地连在一起 众人哄堂大笑 三岁看老 小宝长大后 也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少爷 嘴甜的哟 为无忧被笑得怪不好意思 看着自己便宜儿子 眼巴巴地等着兰战吃 一向清冷的兰公子被盯得哭笑不得 只得尝一口 确实甜爽宜人 小朋友看着他满意的巴唧嘴巴 也迫不及待地来一大口 再次递给兰战 就这样 两人你一口我一口 建立起了莫名其妙 却异常深厚的情意 兰战的胎像很平稳 为无忧叮嘱他 切莫忧思 有什么事 只管吩咐我弟去办 什么想吃的 想要的 反正他乐得给你跑腿 这到后期可有你的罪受 他也没办法帮你分担 所以千万别委屈自己哈 小宝宝能感受到你的情绪的 恩兰战真心地感激这个姐姐 却又不由自主地回想到刚才 丫鬟们回禀的大夜中午脱不开身 不回来吃饭了 不知为什么 兰战的这份 从昨日起的隐隐失落感 被无端放大了 连他自己都觉得矫情 只不过没回来而已 可是就是控制不住地回忆起 二人昨日金山湖畔 指手放风筝时 他的反常 譬如拦着自己追逐远去的风筝 让他飞吧 他若想要自由 撕线都绑不住 拦战差异地回首 望着他那不满心是凝望远方的面旁心慌 不对 依照他那个霸道性子 怎么会有此番伤怀之言 更何况 那风筝上还有自己为他做的木槿花 他怎能说不要就不要了 他还问自己有没有事瞒着他 喜不喜欢孩子 爱不爱他 像是反复确认失而复得宝贝 那时是怎么回答他的呢 好像是被一个紧密的拥抱 激烈的热闻所湮灭了 周围人唏嘘起哄 我被他顾得推脱不得 索性回抱着藏在他的怀里 和他一起丢人 我给岳母递了信 邀她来这边照顾你 连带几日后 我的生辰一起团聚团聚 嗯 我也想阿娘了 母亲也准备找专人照看你 生孩子最怕难产了 平时的料理很重要 嗯 我听你的 还有我 每日最开心的就是忙碌一天后 回家看到你对我笑也好 撒娇生气也好 不理人也好 这时一身疲惫 就会一扫而空 这儿你懂吗 你对我们都很重要 我们爱你离不开你 嗯嗯 我知道的呀 蓝湛颤抖着哭腔 红着眼圈 我也离不开你们 魏英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们 不会的 我答应你的 永远不会离开的 思绪回到现实 蓝湛这才发现 碗碟里堆满了小吃佛手金卷 鱼翅螃蟹羹 山针刺龙牙 长辈们对饮 聊着家常回忆往事 小宝吃力地夹着筷子 催促自己吃饭 蓝湛压住不安的心思 乖巧地咀嚼着 准备吃完饭去寻魏英 这边如烟阁 两人头一次做一处 没有尊卑的交谈 彼此都不甘下风 面面相量 你对于我的到来 倒是一点都不惊讶 等很久了吧 魏无羡前倾着身体 虎视眈眈 不然说你魏无羡经商奇才呢 聪明人 我想你也应该能猜出 这场请君入瓮的目的 唐三不慌不忙 戏品杯中酒 做了个香妖手事情 哼 还是说明白了好 你还不值得我费尽心思的猜 没意思 哈哈哈 就在这个房间 几周前 尊夫人和我一起共度了 美好的一下午 这个有意思吧 空口白牙 北唐王爷颠倒是非的本事 魏某是见识过的 我的夫人 恐怕避你不急呢 那你瞧瞧这个一幅卷轴缓缓打开 赤身裸体的人儿 安详地躺在睡床上 唇欲交织 宛若必先 你瞧瞧这腿内红至我 画得像不像 还有这胸前 够了 为无限怒目而争 伸手去夺 被北唐默然敏捷闪躲哀 别急嘛 你若想看 最迟三天 我保证满江阴都是他的风情图 说不定另一个主角就是我呢 被不断挑衅的男人 咬牙切齿地拽住对方的衣领 愤恨地直冒凶光你说 你到底想要什么 甩开魏无限的手 北唐默然整理好衣领 徐徐得体的开口 你应该清楚 魏氏之所以得以转机 是我心软车了阻碍 蓝湛毕竟跟过我一段日子 我也不舍得伤害他 我不贪心 只要牧爷采矿的产权 好大的口气 我大魏的王土 他国王爷也配燃指 漠然不慌不忙 摆弄着画卷 可惜喽 美人之身赴艳 为了你 求我 你却眼睁睁气他不顾 论绝情 我甘拜下风 咱们绝代风华的旺鸡公子 竟然无人可信 无人可依 可惜喽 可惜喽 过滤冷嘲热讽 魏无限从只言片语中摸清事实 僵直了身体 因勾斑的眼睛 只把人烫出窟窿 好 一把夺过画肘 泛白的指尖揉皱了一片 质地有声你必须保证 从此在蓝湛眼前消失干净 若有任何风言碎语 我哪怕拼了身架 也要你身败名裂 爽快 不然我就喜欢和你这样 顾大局有担当的人打交道呢 来 咱们举杯庆一个 不急 先立个字句 双方都放心些 为无限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信件 放置得意洋洋的男人面前 默然扫一眼内容 微微点头 也对 你向来谨慎 两人双双签字 盖印 交换 一场不见刀光的腥风血雨 似乎落幕 屋外 狂风大作 频频电闪照的天空透亮 雷声响彻 震得人跟着心慌 以前 湛儿最害怕这样的天气 他呀 胆子特别小 怕黑 我想王爷 你没理解什么叫消失 你连他一个字都不配提 默然并不理会对方的愤怒 继续自言自语人 真是奇怪的很 对比那个让我衣食无忧的北城国 大魏似乎更像我的家 流落在外的皇子 有几个人盼着我回来呢 所谓的恩赏 不过是他老人家晚年的愧疚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必须 必须要有自己的一番作为 作为 你所谓的作为 就是伤害这世上为数不多的真心待你的人 你 闭嘴 这次较量是我取胜了 魏无羡 你凭什么高高在上地质问我 你笑什么 默然被他这副鄙夷的姿态刺激 那目光似乎能窥探自己内心的虚空 一把抓住魏无羡的伊领嘶吼 魏英丝毫不退让 反手抓住对方的伊领僵持 两方只有一掌的距离 如同相争的欲望 我笑你就是个混账 我笑这儿当初看走眼 为你这个懦夫牺牲自己 你恩将仇报不说 还贬他 辱他 伤他 下三滥的手段 也敢堂而皇之地叫嚣着成功 一拳砸得漠然眩晕 来不及反抗 被擒拿于地面上 大爷的 你光明磊落 你敢告诉他你当初的伎俩吗 笑面虎 活颜望 你以为你就受欢迎 我在坏 我从没伤害过他 你呢 他当初为了救你 被迫嫁给我 连你父亲母亲都照顾得妥贴 你这个不孝子孙可曾去看看 你说什么 什么为了我 不是他为了前程放弃我了吗 姚氏亲口说的 还有无痕也传话 我那岳母早看你不顺眼了 我更是巴布得你离这儿远远的 可笑的是你居然信了 你不信他与你相处的点滴 不信他的为人 偏偏信他人所言 这就是你的爱 还是说只有相信这些 你报复的时候能少些愧疚 我 我 漠然雅言 他确实利用蓝湛的心性 来展开自己的谋划 蓝湛越是像从前一般 他越能感受到自己的迷失 英智 好似一面镜子 投射出难堪的自己 于是他麻痹自己 把蓝湛当作一枚棋子 忽视那些伤害 似乎这样就能打碎这面镜子 魏无羡看着不做反抗的颓然身躯 索然无畏的起身 等到点燃的画轴完全消失 才打开房门 我没有碰他 他出的脚停在半空 魏无羡不知他打什么算盘 回首看见红着眼眶的漠然继续开口 那日 他中了迷药 不停喊着你的名字 还叫唤着孩子孩子 我诧异 你们居然有了孩子 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常常逗他 今后有个像他这儿一样的孩子多好 他一边怪我不害臊 一边还警告我 哪怕有了孩子 也要事事以他为险 明明自己就是个爱吃醋的小孩 却从没拒绝过我 也没质问我养不养得起 真的很难想象 在那样贤贫爱富的家里 怎能养出这么 这么可爱的人 泪水化成痘大的珠子 无声滚落 当时我就停手了 除了画作 什么也没干 稍微诳骗他一下 就信了 魏无羡 蓝湛现在爱的是你 他清清白白地爱着你 你不能因为我的错来怀疑他 雨势越来越大 已经跑了三趟的仆人来抱公子 大爷没在商会 管是说一下午没见到人了 花若撑着油纸伞安慰 公子当心受寒 这雷霆闪烁的 暴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 咱们进屋等吧 蓝湛心里烦闷 执拗的摇头 推三阻四的 最终被劝坐在门前的小凳子上 花若笑嘻嘻的将雨伞摆在正前方 挡着蹦剑的水珠公子和大爷的感情真好 蓝湛有种捉线型的害羞感 垂垂有些酸胀的腿脚小丫头 过日子不都是如此吗 花若立即摇头不对 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别的府上当差 他们没见过日日塑在一起 小吵小闹亲热热的 还会等着对方回家吃饭的夫妻 要不就是各把各月不见一面 要不就是仰外似的 偷人的 互相算计的 反正就是不一样 大爷和公子只要站在一起 那种气场就让人脸红心跳 私下里 花若说着突然噤声 捂住嘴巴 慌忙低下头 刚要询问 大门有动静 蓝湛寻声望去 男人举着伞 甩甩淋湿的头发 拍打着衣袍进门 张书 这儿金个儿可曾出门 这样大的雨 老人马里的插门 转身指向庭院内那头 等待多时的人 带银儿 快进屋吧 蓝湛亮晶晶的眼睛透过雨幕 显得特别欣喜 等不及要去赢 刚跨出两步 男人已经飞驰过来 一把横抱起人 吩咐一旁看傻了的花若去被热水 啊 哦 哦 小丫头害羞地跑开了 小笨蛋 怎么不打伞 直接往雨里冲 将人放在床檐 魏英弯下身来 查看小人的鞋袜可湿了 你去哪了 也不遣人与我说一声 害得我一下午心慌慌的 我听听 魏英做事倒在蓝湛的胸前 蓝湛有一下没一下的抚摸 怀里半湿透的人 催促快脱了 潮呼呼的 那你给我脱 一拳 毫无力度地落在魏英身上 男人坏笑 盯着人不动 蓝湛败下阵来 咬紧嘴唇沉默着 将男人的腰带解开 湿透的黑靴被一脚踢开 直到整个人干爽了 魏英才抱着人歪倒在一起 今天有没有好好吃饭 宝宝乖不乖 大手滑到小腹处 摸得蓝湛痒抓抓的 我当然乖乖吃饭了 姐姐中午来看了一圈 夸宝宝健康 对了 蓝湛撑起上身 歪着脑袋和魏英打商量 我今天尝到了小宝给的冰烙 可好吃了 下次 你也尝尝 我不吃 小朋友吃的甜食 怪逆人的魏英双手枕在脑后 闭上眼睛直摇头 不逆人的 冰冰凉凉 酸溜溜的可爽口了 蓝湛见他不感兴趣 急忙纠正 魏英一听这话 睁开眼 抓住重点对啊 你这个孕妇哪能吃凉的 这不是胡闹吗 越解释越不清楚了 蓝湛急得要挠人 其实也没有那么冰 小孩子能吃 我怎么不能吃 反正 你明天必须给我买 不行 吃别的 你不是爱吃蝴蝶虾卷 山楂糕 我不要 我就要吃冰烙蓝湛捂住耳朵 不可忍耐的隔绝魏英的唠叨 这人实在可恶 为了孩子就可以不顾及自己的感受 明明姐姐都说了可以少量吃 为什么不给自己吃 越想越生气 索性 一咕噜正开那人的怀抱 独自翻滚到床内侧 背对身边人 魏英被他这套行云流水的生气动作 搞得苦笑不得 好好好 我明日就给你买 但是只能吃半碗 小肩膀耸动一下 不服气小宝都能吃一碗的 为什么我吃半碗 魏英眉毛直抖 怎么就和一个孩子计较了呢 但是理智告诉他 绝不能以宝宝为理由 你不是要给我尝尝吗 我吃半碗 你吃半碗 刚好 那 好吧 蓝湛扭捏地转过身体 擦擦湿润的眼眶 不好意思地钻进魏英的怀里 真哭了 没有 魏无限做了一场昏尘漫长的梦 梦中 他的忘机浑身鲜血 跌撞而来 最终在黑暗与污秽中 了然生息 自己抱着僵硬的身躯枯 连同那些本应当面言说的肺腑真情 也化作唤醒陈阳的无用声响 散了 散了 远了 那个美美邪药而来 别无所求 会被自己三言两语斗的羞涩 隐隐绽放梅花般清雅淡笑的孩子 到死也没有听到 也没有明白自己的心意 魏无限即使惊醒 也久久在悲痛的阴影下难以平复 好在 转脸就瞧见了歪趴在自己肩头 安然睡着的奶乎乎的面容 长舒一口气 他侧身来整理凉入 指尖拢开五出汗的额角处 插入发缝 顺着小人绣长的乌发往下捋顺 一下一下的轻拍着 徐徐清风从摇晃的蒲扇处散去 蓝湛舒服的哼记两声搂紧了人 朦胧中醒来 嗯 什么时辰了 没事 继续睡吧 我瞧着你发汗了 凝个儿 让花若多搬些兵来 嗯 别扇了 怪类人的蓝湛睡意惺忪 半眯着眼 胡乱抓住上空晃动的手臂 被反手攥住 狠狠亲上两口 随即仔细把玩 小蝉猪 指甲都被你啃突噜了 好烦人呀 蓝湛气呼呼的挣扎着我要睡了 怎么了 我瞧瞧嚼指甲有没有完好 讨厌死了 臭卫英一脚踹到卫英身上 被男人钳制住 紧紧夹着人不放 我哪里臭了 嗯 起开 好重 乖 让我抱会儿 刚才做了个噩梦 睡不着男人温柔低语着 微弱的烛光映照下 大手细细描摹着怀中人儿的柳叶双眉 珍珠素颜 这儿 我 我并非是个君子 当初逼你嫁我 使了些手段 之后对你也诸多哄骗 你后悔上我这条贼船吗 滑动脸颊的手被捉住 魏无羡看着人儿微微上扬着小脸 如同暗夜里疏卷的昙花 缓缓开口 那你后悔娶我吗 若不是这个念头 你何必这些弯弯绕绕的算计 此生不悔 哪怕重新来过 意识不改 我就知道 所以你今日向我坦白 不是知错就改 也不是求我谅解 反倒有几分我行我素 能奈你何的降丽 嘿嘿 以前怕你生气 更怕你接受不了我这一面 所以 须得伪装一番 现在 我逐渐明白 两人若要长久 必须相互坦诚 沟通 包容 你做到了 我亦不能输 只有你接纳了全部的我 才算真正的两情相悦 蓝湛身躯一江 只觉得心疼的厉害 绝对的坦诚 他 如何开口那件事 魏无羡继续剖白 前几日 我去见了北塘默然 并将木野矿场签给了他 换取咱们一世安宁 蓝湛眸光阵战 回避式的 推开被抱紧的肩膀 你们 他 还说了 什么 一句话吞吐成零七八岁 身弱文难 傻瓜 哭什么 我们打了一架 维夫把那个恩将仇报的畜生 按在地上抡拳 打出了他最后一点良知 他骗你的 物 物 什么 骗我什么了 卫英 卫无羡 手忙脚乱的事类 哄人别哭了 宝贝 他没碰你 就是吓唬你的 你们俩啥事都没有 呜 真的 千真万确 你就是睡了一觉 他是瞧着你好欺负 企图离间你我的感情 宝贝 别哭了 宝宝要被你吵醒了 嗯嗯 我害怕 你抱紧我 好 别胡思乱想了 放宽心 万事由我 一吻顺着泪痕落下 又一吻雨点般 轻盈在红热的眼角 蓝湛稳定情绪 猛然回神恩 不对啊 矿山便宜他了 哈哈哈 夫人终于学会为 咱们这个家打算了 放心 我的东西 岂是这么好拿的 不许卖关子 我们要坦诚相待 大卫有意收回野矿的开发权 我的这份契约书做了手脚 预热融字 空白内容好做文章 到时咱们再扣他的私吞国矿 非法侵占的罪名 我以前很是不持这些五文弄法 现在却觉得快以恩仇 没有谁一辈子趁心而活 都有事与愿违 身不由己的时候 所谓的随心所欲 不过是身边的人在大包大揽 卫英 去放手做吧 听夫人的缠绵的吻 勾得人心痒难耐 有一个月眉 蓝湛有些招架不住 呼吸急促起来 伸手探到卫英更是热情似铁 宝贝 别招我 万一 蓝湛眉之声 安逸的哼哼 摟着人粗红貌汗的脖子不放 外面的天透亮 屋内围帐翻腾不止 扫人的低喘声绕梁 大概是怀孕的缘故 蓝湛久久高潮 攀缠着人 这儿 我的儿 紧赶慢赶终于 唉呦 房门被毫无征兆地打开 李氏洪亮的嗓门 宛如平地波澜 惊天乍雷 正入佳境的小两口 措手不及 李氏也被修得 连忙眼门回身 你这丫头 怎么不拦着我血 太太 您走得那样快 奴婢也拦不住呀 连忙赶到的花若 一脸无辜 这小两口也忒胡闹了些 都怀孕了 唉 这儿向来脸皮薄 定是我的好女婿起的头 火急火燎地把我接来 倒叫我闹笑话 这个混小子 为老太太呢 咱们去拜见一番 叫子还得亲娘来 屋内慌忙穿戴的二人 一个愁眉苦脸 一个难得的欲言幼稚 不碍事 都赖我 无非就是挨二顿骂 当然怪你 非把我折腾醒 还说那些个戳心窝子的话 引得人情难自尽 我 我怎么有脸去见娘亲啊 夫人 虽然 但是魏无羡被一击万眼腻的一击灵 您说得对 怪我 怪我 儿子 可怜你父亲 快快出来吧 蓝湛由着他摩缩着小妇 一袭薄衫简约素雅 仔细看去 幽婉的花枝身形 微微颤了一下 如铺的青丝垂落腰际 抖出一缕缕清香 腆腆而幸福的笑容 挂在嘴角 温润如玉 起来给我束发 再磨蹭该迟了 完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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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